第1321章传承之地开启 魔族的修者都是满脸不解地凝视着前方的山巅 他们实在不明白妖帝此举之何意 只是众人心中却隐约感觉有些不妥 哼 他开启了妖帝传承之地也好 免得我们浪费手脚了 一个名为灵幽名魔尊的强者 冷恒道 他们曾经要强行破除这个封印却难以撼动 妖帝也宁死不屈 不肯助他们开启此地 毕山气势雄伟 好像一尊帝王俯视天帝 在山巅之上有着一个古老的祭台 祭台上面屹立着一个百丈巨人 正避逆着天下 十点江山 那赫然便是远古妖帝 辉元之乡 在祭台是由坚硬无比的石头堆砌而成 好像是一剑剑盛气难以撼动 上面地纹流露 交织着大道的气息 牵引着天帝之势 一股无上帝皇之威扩散开来震荡四野 这正是当年远古妖帝留下的传承之地 在祭台的正中 也就是大地脚下的祭台前方 有着一个散发着晦涩波动的巨门 这巨门一直禁闭 唯有在一个特定的时间 才会开启让妖狱各族的天才妖孽来此感悟 试着继承妖帝的传承 此刻 门前火光闪烁 一道血色的法印化为一道虚影 便是没入了那静止之门上 这静止之上 纹路流转 突然绽放出妖眼的血光 有着一道道沸腾之声响撤开 气势惊人 音波可穿云烈时 整个帝都的魔气都是为之战动 这是一股帝皇之势 当代妖帝灰城将这静止之内的妖帝血脉给激发了起来 迸发出了无上的气势 这家伙到底要干什么 冥王感到一丝不安 旋即眸光转动瞅向了地山下方的魔狱 哪里 妖帝的肉体依旧被那一根根魔链束缚着肉身 他气息萎靡好像一个废人 冥冤 去将他给冥练了 冥王冷恒一声 道 他感觉不能任由妖帝继续下去 必须加力束缚他才行 是 冥冤魔尊脚踏虚空 一条万丈深渊落入魔狱之内将妖帝笼罩一个个魔纹 好像是恶魔之眼化成一个阵势 要将之吞噬 可侵蚀万物的名气席卷而出 化为巨龙 要凝练妖帝 只要将妖帝的血脉凝练 便可控制地山静置 再将他神魂凝练可使之化为一个魔兵 为魔所用 想凝练本地 你做梦吧 妖帝身上气势暴涨 地微弥漫 似要震碎苍穹 不再萎靡不振 他体内气血迸发出来 化为一个个血色的神文交织着玄妙的奥义 阻隔了生死阴阳 将他护持在魔狱之内 明渊魔尊的那一道道攻击 根本难以触及他身前一丈 那些血色神文是妖帝 以他的妖帝之血凝聚而成 里面蕴含着无上伟丽 地微无邪可轻 这 明渊魔尊一争 满脸震撼 这家伙怎么还有如此气势 他当初不是被我魔族束缚 早就没有了一战之力吗 明渊魔尊不断地催动那条万丈明渊 要将妖帝凝炼 本尊就不幸 凝炼不了你 明渊魔尊冷恒一生 吐出一口魔血掐动成了一个魔纹 笼罩而下要将妖帝吞没 这是他的本命魔邪所化 气势滔天一般修者都将被侵蚀 神魂也难逃 同时 明渊魔尊法觉引动 催动那些束缚着妖帝的锁链 及大振要强者束缚他体内的力量将之镇压 地穴染天 驱除魔念 妖帝冷恒 神念一动 一滴烟红的血因从他的血脉之内飞掠而出 化为了一个巨大的法印 里面依稀可以看到有着他的虚影存在 这虚影就像四一道分身在操控着这滴妖血 嗡 妖血飞出 绽放着一道道血色的纹路 撕裂了魔器 随后在虚空爆炸了开来 妖血爆炸地微弥漫 将明渊魔尊那道魔纹给一举正溃 势不可挡 呼 却光绽放 好像仙神之血驱除了无尽魔器 洗涤了人心 咚咚 明渊魔尊身形一颤 连退千米 那条明渊溃散气势锐减 在他的法觉下勉强凝聚了起来 一滴妖帝之血便将明渊魔尊给击退 震惊了所有的魔族修者 这家伙不是被困住了吗 如此气势 实在逆天 众魔精诈 如今的明渊魔尊牵引了大阵之势气势滔天 连刀黄纳等人物在雨之一战都难以占据上风 可便是如此 他依旧被妖帝一滴要挟给击退 我们忽视了他 众魔很快便是明白 妖帝隐藏了实力 却不知他是抑郁何为 便在众魔精诈之时 地山战洞 绽放出万道神闻 地微弥漫 鲜了响起缭绕不绝 好像有着大地降临 一股威压 释放开来 使得帝都虚空都是为之一颤 通隆隆 地山战洞 那妖帝神像之下 石门开启 一股浩瀚磅礴的气息波动随之席卷四方 妖帝的传承之地彻底开启了 众魔惊呼 都将视线落在了地山之上 那里有着五彩光芒绽放开来 将地山笼罩 依稀可以看到里面有着巨龙盘旋 蓝凤舞动 那些都是妖族的皇者留下的神念凝聚而出 妖帝出手了 他开启了地山的传承之地 他不是被束缚了吗 阴阳神徒之内各族的修者都是露出满脸诧异的神色 当初妖帝不是说他神魂都要溃散 要众人即刻出手 来帝都与魔一战的吗 他怎么能开启地山的传承之地 各族的修者都是满脸诧异 不过众人确实知道的确是妖帝出手了 不然魔族的修也不会停止对他们出手 意识心中的那份不解的情绪也是得以平息了下来 如此一来他们总算是有着几分期许了 魔族的修者将魔光聚集在地山之上 停止了攻打阴阳神徒 韩宇也是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不然他们可是坚持不了多久了啊 却不知妖帝到底有什么手段 韩宇透过阴阳神徒向着帝都之内感应而去 如今危机战解 想要将魔族及退却便没有这么简单 妖帝必须得有着什么过人的手段才行 通集地山 冥王脸色一沉 向着众魔说道 冥冤 千忧 你们一起对付妖帝 是 众魔点头 他们也感觉到了妖帝肯定有着什么后手 他们必须将之阻止下来 冥冤魔尊一脸阴森 虚空之中一道魔纹闪烁 有着磅礴的气息垂落而下 贯注于他魔区之内 他凝聚大阵之势 向着束缚着妖帝的所在掠去 法觉一动 一条万丈冥冤呼啸而出 将魔欲包裹 与此同时 在他身边 一位宛若幽灵阴内的魔尊 也是踏空而出 催动一道道魔纹秘术 要侵蚀妖帝之身 之神 妖帝冷横 体内血纹弥漫 在抵挡那束缚着他的阵法的同时 一滴滴妖血便是从他的体内呼啸而出 里面的妖帝虚影移动 绽放出来 好像有个千丈高大的帝尊毙灭天下 与两位魔尊大战了起来 两位魔尊不敢小觑都是竭力出手 冥王冷横一声 便是一掌踏空 牵引着大阵之势 要向着地山的那尊雕像出手 众多一魔一起出手 天地皆变 魔气缭绕 似乎要淹灭天地 毁天灭地的攻击 向着地山攻击而去 那般气势阵人心魄 便连护持在神徒之内的各族修者都是为之一颤 这一刻 魔族已经是竭力出手 要毁了地山 地山之上绽放出一片五彩光雾 一只只剩受呼啸而出 化成一个巨大的阵法 在阵法之内 那妖帝雕像似乎火转了过来一般 一个虚影踏空而出 一掌拍出 虚空崩碎 魔气溃散 冥王等人的攻击皆是已颤 整个帝都为之摇晃了起来 咚咚 冥王等人身形后退 天魔大阵的气息也是有所减弱 不过他们便没有大碍法觉移动 气势顿时恢复 天魔大阵 好像一个天目倾覆而下 要将地山笼罩淹没 轰轰 众魔不断发出攻击 不惜损耗自身精血将大阵的气势催动 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境地 地山战动 光木有些暗淡 难以抵挡众魔之势 神徒之内 各族修者动容 我们要不要出手 刀皇说道 他虽然感觉腰帝有着什么计划 可应付魔族 可如今感应着魔族的气势 不由为之担心 妖帝年轻 成名也晚 他焉能读抗众魔 先等等 妖族一位长者说道 妖帝若有需要 应该会传讯于我等 略为沉吟众人缩然 如今他们略有所伤 那些后辈子弟更是大半受伤 一旦有着什么差池 只怕都要陨落在此 先看看妖帝的手段再说 真要到了危险时刻 也只有竭力出手了 这些家伙倒有几分底蕴 妖帝挑眉 魔光灵力如刀 透过重重魔器 看到了地山的动静 他冷恒一声 身形一阵 血纹绽放将身上那些 被魔族烙印下的魔纹划去 枪枪 锁链摇动 纹路不断被消散 最后一根根崩裂了开来 他要征扑阵法 名冤魔尊冷恒一声 给我镇压 魔玉魔纹闪烁 好像一张天网轻覆而下 将妖帝镇压下去 妖帝冷笑 体内妖邪滚动 一滴滴呼啸而出 以我妖邪即清天 斩尽魔孽 却光绽放 将那魔纹正溃 区区魔孽也想凝炼本地 妖帝身形一动 好像远古神灵站了起来 将身上的锁链全部崩碎 他身前的妖邪化为 一尊虚影直上虚空 在冥冤之内爆炸了开来 给我死 轰 巨响传出 冥冤崩裂 冥冤魔尊一颤 口吐魔血退出了千米之外 受伤不轻 你也给我滚 妖帝魔光如炬 身形妖邪移动 化为一尊虚影 在另外一尊一魔身前爆炸 又是一声俱响 那尊一魔也是溃退 气势萎靡 整个天魔大阵为之一动 气势有所减弱 第1322章妖帝之志 妖帝一举击退两名魔尊 不过 他身前的那些散发着帝皇之士的妖邪 却只剩下不到12滴 他身上的魔纹已经被化解 可整个人脸色却苍白无比似乎看不到血肉 这些妖邪是他以自身精血血肉凝炼而成 方才有此威势 妖帝身体干瘪的就好像一个干尸 可他那双眸子却锐气逼人 那般帝皇之威 镇人心魄 天地都为之站立 随着明冤魔尊及千优魔尊被即退去 将那些正攻打着帝山的魔尊的目光皆是吸引了过来 这家伙是妖孽吗 都这般模样了还有如此气势 全灵天尊不由感到一阵心计 那个男子 身子单薄无比 枯瘦如财 可他那般站立在帝山脚下却给人一种伟岸如山 不可撼动的感觉 这种感觉在当初面对此人时不曾有过 这家伙当初肯定故意隐藏了实力 魔族的修者完全确定了心中的念头 若非如此这妖帝怎么可能有如此大的变化 阻挡他 冥王贺道 绝不能让他接近帝山 翁 众多魔尊组合城镇 心全镇之力 要出手对付妖帝 我们出手 谈与神色一动 连忙说道 是 刀皇等人点头 此刻必须为妖帝分担压力 轰 谈与催动着阴阳神徒 攜带天地之势 向着冥王等人发出攻击 找死 冥王冷恒一声 身边的魔尊分成一股力量连忙去对付妖族及人族的修者 就凭你们 也想阻挡本帝 妖帝冷笑 脚踏虚空 向着帝山走去 两滴妖邪融合在一起 化成一尊帝身 向着虚空那些魔尊杀去 将那狂暴的攻击抵挡了下来 咚 妖帝一步踏出 便是迈入了帝山之内 深入帝山耀眼的光滑绽放开来 妖帝顷便是出现在了帝山之巅 他似乎可以掌控此山 瞬息到底任意未至 这是来自他体内血脉的牵引 在他先前那滴妖邪没入禁止之内后 他已经和此山的景致有了一股微妙的联系 这一切皆是因为他是远古妖帝徽元的子孙 轰 无数攻击落空 众魔心中一颤 感觉极度不安 他进入了帝山 他出现在了妖帝传承之地 难道他真要去继承那传承 众魔惊呼妖帝的一变 使得帝都的局势完全失控 就连这些魔尊魔王也是脸色大便 不知如何是好 他的气血有限 本王不信他可以支持多久 我们竭力出手 将这帝山移为屏蔽 明王很快便是恢复了镇定 他感觉到了先前那妖帝每催动有的妖邪 似乎都有所损耗 显然那些妖邪便是他的本命所在 妖邪浩劫 他必将就此陨落 出手 魔族众人皆是冷恒一生 化成大阵轻力轰击帝山 轰轰 韩语等人想来支援 却是被抵挡在外 魔族这些大尊荣和在这天魔杀阵之内还动用了本命精血 气势暴涨 不是他们所能抵挡 现在也是感到手足失措 妖帝出现在祭台之下 瞅了一眼前方的石门 魔中露出几分沧桑 石门打开 有着帝皇之气从里面席卷而出 放眼望去只是看到一片浩瀚无比之地 感应而去 似乎连心神都要被湮灭在里面 让人不寒而栗 妖帝便没有急着进入里面 八千年了 也该有人获得我帝的传承了 妖帝眸子一眯 突然想到了很多很多 当年他进入里面触及了妖帝之心 差点就要得到妖帝之传承 却终究是与之师之交臂 灰城没有获得妖帝之心 他却在妖帝之心下用心感悟 在两百年前他终于有所悟 知道自己为何未能获得妖帝之心的传承 因为他发现 这妖帝之心并非妖帝一人留下的奥义传承 里面包含着妖族众多皇者的奥义感悟及皇者精血 要想获得妖帝之心的传承 不仅要天赋异禀身具妖帝血脉 还必须拥有着里面一位皇者的血脉才是 为此他处心积虑 要寻找这些皇者在妖族的后裔 终于他寻到了麒麟一族 发现了一个女子 这女子拥有着如兵之躯 血脉异于麒麟一族多数人 是一个艺术 可当年麒麟正有一位兵皇 参加了那次大战 他也在这妖帝之心留下了自己的精血奥义 妖帝徽元及这些皇者之道 单凭留下妖帝的精血传承 纵使将后背培养成为了妖帝那般存在 依旧难以将这些魔孽除尽 他们经过苦思冥想 决定留下各自精血奥义 让一个有缘人将之融合 若是得到 便身具妖帝及诸位皇者的血脉奥义 将成为妖族千古第一帝 威震天帝 便是将魔族斩禁 也是未尝不可的事情 对此 诸位强者便没有严明 可却给后背留下了线索 妖帝徽成便是发现了此间秘密 也是如此 才有着当年他强行要与知麒麟族 那未拥有皇者血脉的存在结合 留下了千古骂名 使麒麟族与帝都决裂 各大妖族不再来帝都吵见 这一切终究是过去了 妖帝魔光一动 淡淡地瞅了一眼那些正竭力出手 要轰破地山静止的魔族修者 他发觉一动 一颗妖帝之血没入了计台之上 一个阵眼之上 翁 阵眼光滑暴涨 使得静致威力大增 将那些攻击竞数抵挡在外 做完这一切 妖帝视线一转 落在了妖族及人族的所在 他神魂一动眉心的地印 绽放出晦涩的波动 似乎在牵引着神魔 原封身边 帝皇剑发出一阵嗡名 妖帝的虚影浮现而出 妖帝 众人见得突然出现的妖帝 心神皆是一动 谋中露出复杂的光芒 帝都局势突然变化 和妖帝有着莫大的关系 不管是妖族还是人族 再也没有人小觑这位妖帝 不少人都看出了他的睿智 知道此人是一个心智高远 可堪当大任的君王 如今传承之地已经开启 该去继承妖帝之星了 妖帝眸光锐利扫视了众人一眼 随后说道 继承妖帝之星 众人一愣 除了你 还有谁 我儿 妖帝说道 原封 其云霄一愣 你确定 他身怀妖帝及冰黄血脉 且天赋异禀 自然可堪当此任 妖帝语气平和淡淡地说道 妖帝便没有解释过多 似乎他看淡了一切虚名 可这些魔族 原封眉头一皱 丑向了那些正攻击地山的魔族 魔族是强地山终究是难以抵挡 不过 对于妖帝传承之事 他却早已经知晓 从妖帝传训的开始 他就将一切告知了原封 要他来继承妖帝传承 带领妖族斩禁魔孽 一切由我 妖帝谋碌毕逆 身上有着帝王之事明漫开来 道 诸位请一架地山 话语落下 妖帝便没入了帝皇剑之内 原封法诀引动 帝皇光滑闪烁 掠出一道光柱连接了帝山 那是 凌王等人一争 露出惊诧之色 他们要会合 难道妖帝是要人 他们去继承徽元的传承吗 全灵天尊等人 很快便是想到当中奥妙 呼道 轰杀他们 嗡 魔气滚动 化为一条万丈魔龙 向着那道突然接连帝山的光柱 轰击而去 不知所谓 妖帝站在帝山冷笑 法诀引动 帝山的景致绽放出耀眼的光幕 一道道光柱蕴含着帝皇之势 好像战剑杀相虚空 将那道魔龙给一举击溃 这静致还有如此攻势 冥王身形一阵 露出诧异之色 他的气势有所下降 小冥王说道 在这一局之后 妖帝的气势有所下降 身前的妖邪也只剩下六滴 那张脸庞苍白如指 好像一个鬼魅 让人感觉到心悸 妖帝站在帝山 似乎一阵风也能够把他吹到 只是他眸光如炬 锐利无比似可杀人于无形 让人不敢小觑 那眸光略来之时 有着一种被山月压迫的感觉 帝山光滑闪烁 妖族及人族的修者皆是飘然而落 妖帝 见过妖帝 众人落地 见得那形如枯稿的妖帝皆是一争 随后连连失礼拜见 你怎么会这般 妖族一些长者 都是心有所动 没有想到妖帝本尊沦落到了这般田地 瞧他的模样似乎已经到了油镜灯窟 随时都要陨落在此啊 便是如此 妖帝却依旧竭力出手对抗魔族 如此大意 他真是那个庸碌无能的妖帝吗 所有的人都摇了摇头 我便无大碍 妖帝那枯瘦如爪的手掌微微挥动 随后眸光略动瞅向了前方的 落在原封及他身边的几个青年身上 某中有着几分沧桑浮现 没有想到 当年你与我而相见时还只是一个低阶修者 如今却已经达到了这般地步 只怕将要超越玄天大地 他的话是向韩宇说道 前辈见过我 韩宇一争 他从妖帝的眸光可以感知后者似乎一有所指 知道些什么 帝皇剑之内 有我神魂 可感知一切 妖帝说道 哦 韩宇一愣 心中也是暗自庆幸 当初若是他出手对付原封夺了帝皇剑 不知会不会直接被此位斩杀了 原封谋中确实有着几分怨气浮现 他的母亲生死 妖帝也没有出手为的就是让让魔族入局 我虽可感知一切 不过 却不会贸然出手 妖帝一笑 说道 因为那时我已经被魔族束缚 贸然动手 他们会有所察觉 将打破我的计划 谈宇周梅 不知妖帝有什么计划 妖族的那些长者也是一脸疑惑 想要询问此事 他们魔族想借此诛杀我妖族及人族强者 我何尝不想将他们尽数引出再一举斩杀在此呢 妖帝一笑 只是那双眸子中却有着一股炙热的光芒直冲云霄穿透了虚空 将禁至外面那些魔族强者的魔魂都是给震了震 如此神念已可杀人于无形 第1323章 妖帝微真也 妖帝形若枯搞 却气势滔天 没有人敢轻视他分毫 这家伙竟然蒙骗了我等 冥王等人都是震怒 原本以为妖帝被他们所害 战力不在 没有想到对付确实将计就计要算计他们魔族 难道这百年来这家伙都在演戏吗 只是一想 众魔便是感到一阵心悸 地山之上 妖帝眸光转动 视线最后落在了九炎身上 某中有着几分戏虐的味道浮现 九炎眼角抽动 不自觉地唯唯后退 惹得妖族的修者一脸诧异 谭宇却是眉头一弯 他知道九炎曾经和妖帝一战 双方应该认识 你不必紧张 妖帝一笑道 当年我与你一战 也只是为了蒙蔽魔族罢了 不然 纵使本地受伤 焉是你可匹敌 你岂会只是重伤顿逃那么简单 没有想到龙爷英明一事 却被你这老家伙给利用了 害得龙爷被魔族毁去了 本命龙颜差点陨落 九炎嘴角抽动 想要出口反驳 证明自己的战力不凡 可见得妖帝 其实确实将口中的话语咽了下去 只得有些怨气地冷恒了一句道 许多人面面相去 没有想到九炎和妖帝 还有这么一段恩怨 你现在不是没有陨落吗 妖帝眯着眸子一笑 道 你乃天言孕育而生 岂会这么轻易陨落 此番你来此 看来一切都是天意 风儿 你们一起进入地种 接受传承吧 我 九炎有些错愕 那近乎妖帝的眸泽光滑 灿灿满脸 不可置信地将妖帝给盯着 似乎在说 你这老家伙不会又在耍我吧 你们进去便知道了 阴阳二级 急兵急阳 也只有你们一起进入里面妖帝之心 才能被人彻底继承 妖帝也不容两人多说 那干枯的大手一扶 一道白光绽放起来 将之卷入那祭台之内的地种之内 他手掌一射 一柄长剑便是出现在手 这是帝皇剑 妖帝手持帝皇剑 身前一滴妖帝之血光滑灿灿 没入了剑身之内 长剑战动有着一道 惊天剑芒直冲云霄 狠狠地轰击在虚空之中 将那天魔杀阵都是阵的一颤 众魔面色大变 感到了一股无上压力 诸位 随本帝斩杀魔孽 匡扶众生 妖帝手持帝皇之剑 破旧的衣媚飘飘 枯发舞动 却锁不出的威势逼人 似乎一尊远古大帝君临天下 大有着一股天上地下 舍我其谁的架势 妖帝万岁 帝威弥曼 似乎将众人带入了远古之石 妖族的修者弃血翻滚 为之沸腾 一些后辈子弟 忍不住高声呼喊 阴波震天 充满了一股浓郁战意 如今妖帝出手 气势盖天 让众人找到了自信 杀妖族几位长者也是 谋光战火涌现 杀生滔天 人族的修者也是感到 颇为振奋似乎看到了希望 杀妖帝手持帝皇剑 身若流光 踏出了帝山的静置 所在杀上了虚空 长剑一动 一道血光绽放出来 将虚空魔气击溃 威势滔天 让得众魔为之亥然 妖帝之威竟然恐怖如斯 他一剑便是斩碎了众魔清理一击啊 刀皇及各族的强者 都是踏空而出 杀相魔族那些大尊 谭宇身上阴阳流转 弥漫着大道的气息 阴阳法应悬浮在头顶 牵引着天地之势 也是向着那些异魔镇压而去 轰轰 帝都虚空 人族及妖族的强者在妖帝的带领下反杀魔族 势不可倒 刷 妖帝手持帝皇剑气势盖天 剑光略动 便是将一尊魔尊的分身斩灭 天魔阵之上魔纹一颤 随后在那峡谷之内的祭坛之上 一个魔尊出现在地 口吐鲜血 气息萎靡 这些异魔以己身融入大阵之内 催动出分身出手 如今被妖帝斩灭分身 那融于大阵之内的本尊受到了牵引 连魔魂都有所损伤 气势不在 杀 一刀将那尊一魔斩灭 妖帝眸光冷冽 幕后一身大不留心向着那峡谷踏空而去 帝皇剑移动 血光绽放 一道惊天长虹膝带着无上帝威落下 将那峡谷的静置击溃 杀 刀黄眸光移动 化为一道惊天刀盲 便是将那的出现在祭坛的一魔一刀斩杀 不给他一丝机会 和妖帝配合得极好 到了他们这个境界 可以从对方的一举一动猜出他的念头 妖帝点头 将峡谷的静置击溃后 便手持长剑斩向虚空 每每见光落下便有人陨落 翁 帝皇剑光滑暗淡 威力奏详 妖帝法觉移动 身前一滴妖注入长剑之内 再次迸发出滔天剑光 不过 他本体却越发有着一种游镜灯窟的感觉 此刻他身前只有四滴燕红的妖血绽放出帝皇之威 好像是一个阵法 牵引着他本体的气势 四滴妖血浩镜 妖帝为矣 可便是游镜灯窟 如今的妖帝依旧是气势如红 帝皇剑之威不可匹敌 杀得众谋溃退 此剑可是远古妖帝及诸位妖皇一起凝炼而成 威力无穷 如今再加上妖帝以一滴本命妖血为引将之催动 那般气势自然不是一般人可敌 纵使那些魔尊融合了大阵之事也是难以触其锋芒 冥王等人似乎也被逼急都催动了本命魔血 却将天魔杀阵的威力施展到了一个极限 勉强抵挡下来了妖帝的攻击 却依旧有着一些魔王级别的强者陨落使得大阵威力奏降 在妖帝与众魔纠缠之时 在地山的祭台之内 元峰及九炎却是到达了一个玄妙的世界 这里浩瀚无垠看不到尽头 天边云雾流转却又似混沌初开 有着大道的纹路蕴含当中 身处当中 九炎吉原峰都是心神一动 感觉到气机在动有就此突破 他们都盘膝在原地 整个人气直在升华 似乎要就此突破 取久后 里面气流滚动 大道纹路垂落而下 九炎吉原峰几乎陆续地已踏入踏入了眼神之境 这传承之地 果然神妙 九炎睁开眸子 满脸感慨 他百年前就已经触及了眼神镜 却因为受伤 使得难以突破 此刻却在这里感悟奥义一举踏出了那一步 元峰也是睁开了眸子 向着前方那片宛若混沌之地瞅去 嗡 随着元峰的眸光移动 混沌战动 纹路流转 突然出现了一片绚丽无比的世界 那是 九炎眸光移动 瞅向了前方 在哪里 有着阴阳流转 一股极热极极寒的气息波动扩散开来化成阴阳二级悬浮在空 若仔细感应而去 可以发现 在那阴阳二级之内 有着一股浩瀚无穷的气息波动扩散开来 元峰体内的血脉为之沸腾了起来 它周身绽放出万道光滑植入云霄 那是妖帝之心所在 九炎问道 不错 元峰紧盯着前方 某中有着火热涌现 妖帝之心嘛 九炎眼睛一亮 深化流光 脚踏云彩向着那片阴阳两极之地遁去 好冰寒的气息 还没有接触到那中心所在 九炎便是停下了身形 它感觉到了一股极端冰寒的气息 使得它体内的龙炎都激动了出来 不过在那里却有着一股气息 牵引着它的心 让它忍不住要没入里面 将之与己身融合 好炙热的火炎 元峰也是在那两极之地下方停下了身形 它目光移动身形微微一退 体内的寒气也是躁动了起来 再排斥着那股炙热气流 只是在里面也有着一股气息牵引着它 极寒极热化为阴阳二极守护着妖帝之心 那般波动让人心生畏惧 只怕连眼神境巅峰的强者也难以撼动其微 看来当年那几位妖族大能威力 这传承下了不小利器啊 九炎抿了鸣嘴唇 不由对那些远古强者肃然起敬 不仅是外面的静置 还是阴阳二极守护妖帝之心 都是为了不让传承被破坏 好造福后辈子弟 成就一个绝世强者 让他带领妖族斩禁魔孽 匡扶众生 阴阳二极 看来要得到传承必须先破这二极 远风瞅了一眼旁边的九炎 似有所悟 难难道 怪不得他让你也进来 原来是为此 看来龙爷果然又是被他摆了一道 九炎也是有所悟 贴了撇嘴 随后贪着手掌 道既然来了 龙爷便勉为其难地将那吉炎之火给收了 以此成全你 也算是还了当初你动用烈天圣盘那次救命之恩 这极热之火 蕴含了天地最为纯粹的天炎 你可得小心 远风一脸冷俊道 再者 你我必须一起出手 分离阴阳 方才有着一丝机会将之给融合为己用 龙爷知道 九炎耸了耸肩 跳望着头顶那阴阳二级 旋即便是盘膝在而坐 用心感悟 要将那吉炎之火给牵引下来 融于自己的身体里面 如此他也可以由此蜕变 远风见后也是盘膝在地 用心感悟 在地种之内 时间似乎过了几年 可在外面却不过几十分钟罢了 帝都的虚空之中 妖帝纵横无敌 身前的妖帝之血终于是浩劫的 只有三滴了 父王 这妖帝 凝练了自身精血 如今化成了帝王之血 威力无穷 我等难以凭借大阵之士与之匹敌了 小冥王身形一颤 吐出一口魔血 退出千米 向着冥王说道 他险些就被斩杀了 帝王之血 冥王眸光阴森 淡淡地瞅了一眼 帝都四方 如今虚空之中魔族强者陨落小伴 他们大势已去 不过他却便没有因此惊慌失措 魔中英森越发浓郁 一字一句地说道 是到如今 也只有恭请天魔大人降临此间 将这些家伙给一举斩杀了 第1324章天魔降临 帝都之中魔族不断溃退 一些魔尊也是被妖帝斩杀 魔族似乎已经到底了溃败的边缘 妖帝带领着众人步步紧逼 杀向冥王等人 只要将这些魔虐尽数斩杀 以后必可将所有魔虐清除 各族的修者都充满了信心 感到无比振奋 以我魔血祭图 召唤我族天魔降临 便在各族长者气势汹汹 要将魔族众多强者赶尽杀绝的时候 冥王冷恒一生 法觉引动 虚空之中 天魔大阵光闻闪烁 化为了一张巨大无比的魔图 呼 阵图流转 纹路清晰 蕴含着古老的气息 却见得冥王法觉引动 他的身形逐渐虚幻了起来 最后化为一道魔纹 没入了阵图之内 他就此消散在虚空之中 他在施展神魔秘术 召唤天魔 各族的长者眼瞳一缩 神色变得有些凝重了起来 翁 在冥王消散之际 小冥王等人也是就此法觉引动 分身消散在空下一刻 他们皆出现在了那处祭坛之内 各种牵引着大阵之力 魔鹰缭绕似乎在召唤着神魔 他们要召唤魔族大能 韩宇谋光一动 惊呼一声便要出手阻止 冥王等人动手 无妨 妖帝大手一摆 阻止了韩宇出手 他淡淡地说道 我等的便是天魔降临 不 各族长者一愣 没有料到妖帝看得如此远见 已经知道了天魔的存在 我倒要看看 这天魔有几分细事 妖帝覆手而立 谋光眺望虚空进入碧逆之色 他早就知道魔族有着大阴谋在酝酿 必将更强者隐匿 在此借此番正好坍塌虚实 见得妖帝气势滔天 似君灵天下 各族的长者皆是停止了 要阻止魔族出手的举动 不过 也有人一脸担忧 如今妖帝四游进灯窟 身前也只有三滴妖血存在 焉能与天魔争锋 嗡 便在众人迟疑之际 虚空那张阵图一颤 突然有着冲天光芒绽放开来 化成了一个气旋 似乎沟通了天地连接了远古空间 一股浩瀚磅的气息波动扩散开来 各族修者都感到了一股极端压抑的气息 倾覆而下 天魔要来了吗 众人心惊感到了一丝不安 咚 虚空战动 那个气旋之内 一只百丈大小的魔掌踏空而出 整个帝都都是为之战动了起来 虚空崩裂 阵的一些阴阳静修者口吐鲜血 脸色一片苍白寒雨连忙催动神徒护持众人 恭迎天魔大人 峡谷之内 魔族一众魔王皆是俯首跪拜 在帝都之内一些控制着阵法角落的魔王 魔将皆是涌现而出 细数之下 这些异魔竟然有着数万之多 轰 天魔的脚掌方才踏出 那气旋之内便是有着一只硕大的拳头 好像是举山一般向着妖帝轰击而来 滚滚魔器随之席卷而来 天地都似乎要就此崩裂 被魔器所湮灭 这般气势振折群雄 所有低阶修者都是连连后退 不敢扶其锋芒 妖帝冷笑 踏空而上 手中长剑 血光绽放 撕裂虚空一剑便是斩在那瘦大如山的巨拳之上 枪 剑光落下 似乎斩在铁拳之上发出钢铁之上 绚丽的光幕绽放开来 帝都须空似有霞光绽放 玄机众人便是看到 那天空阵图一颤气旋猛然崩碎 确实多了一个身高百丈的巨人 天魔 此位赫然便是魔族强者天魔 天魔身形伟岸 全身遍布着一些暗金色的魔纹 他魔光扫视四方 气势滔天 他长相和人族无异 模样不再猙獰 如今俯视天下 好像一尊魔君 一味飘飘 透发着一股高贵之色 妖帝身形为颤 手中帝皇剑光滑有所暗淡 在如此强势对决之下 也是耗去了他的不少妖帝之血 妖帝 天魔俯视天地宛若君王 道 炼血神术 没有想到妖族还有如此人物 以自身血脉为影 道是有着几分魄力 堪比辉元那老鬼了 李便如今魔族之手 妖帝冷视前方 伟岸如山 不受对付一丝影响传声道 算是吧 天魔一笑 道 本以为可一举将而等灭杀 没有想到还要让本尊出手 倒是有些凡人 不过 今天过后 你们各族也就再也无人可和我族争锋了 大言不惭 你一尊分身 也在此口出狂言 让你的本尊来此吧 妖帝冷恒一声 脚踏虚空 手中长剑一动 便是向着那天魔杀去 耀眼的剑光化为一条庞大的长红当空斩下 一剑烈天 只取巨魔 帝皇剑马 天魔轻笑一声 屈指一弹 魔纹绽放席卷天际 顿时将剑光束缚 一根巨大的魔指便是向着那道剑光落下 天魔指 震天地 随着天魔冷恒一声 巨指落下 虚空崩裂 那续力的剑光也是猛然一颤气势锐解 轰轰 巨剑和巨指交织 虚空不断崩裂 掀起一阵恐怖的空间波动 有着气旋搅动而去 似要吞噬天际 那般气息 让得帝都所有的人 寂寞都是感到心神战力 斩 妖帝眸光灵力神念一动 手掌长剑光滑灿灿似乎连接了天地 化为一柄万丈长剑 轰然斩向那魔指 帝皇剑威力不错 可惜 你实力不够 再者你的妖邪也是所剩无几 本尊看你还能坚持多久 天魔冷笑 身上魔纹绽放 向着他那魔指源源不断的凝聚而去 化为一根情天巨指 立抗着妖帝那轻力一剑 瞧他那神色风轻云淡 似乎胜券在握 一句分身也有如此气势 这天魔竟恐怖如斯 不愧为魔族的巅峰人物啊 据说天魔是仅次于魔主的存在 实力极其强悍 一些天魔至尊还可当年的妖帝一战 见得天魔一指风轻云淡地将妖帝给抵挡了下来 众人皆是心颤 要知道 妖帝是才可是说了 此魔只是来了一尊分身 本尊便没有来此啊 一尊分身便如此强悍 本尊那该有着何等恐怖的实力 看来魔族还真有着几分底蕴 怪不得有如此信心 谭语凝视着虚空也是一脸凝重 他可以感应到 便是自己全力催动阴阳神诛及神徒 也是难以与这天魔分身争锋 若他本体来此 只怕将无人可倒 他这尊分身 具备本体的七成实力 自然不弱 朱灵眸光流转 却是淡淡地说道 待得你再进一步 彻底掌控了神诛 与之融合 对付此魔轻而易举 融合神诛 含语露出一丝苦涩 如今他一直难以沟通神诛 似乎是因为对天地奥义还差一分感悟 此刻也是朱灵在催动神诛 助他抵挡那些一魔的攻击罢了 一切自有定数 莫要着急 朱灵淡淡地说了一句 玄机瞅向妖帝 喃喃着说道 此此天赋一柄 拥有着大智慧 大魄力 应该可以应付着天魔分身吧 应付天魔 韩语眉头一皱 看来朱灵是把对付天魔的希望放在了妖帝身上 只是如今他身前妖邪所剩无几 几近由静登窟如何能与天魔的分身抗衡 他们 瞅了一眼妖帝 韩语谋光略动便是向着地山瞅去 那里祭台之下的静置之门已经关闭 却不知袁峰及九炎在里面如何 是否获得了妖帝之星 轰 突然 虚空一颤 将韩语给经了一惊 东东 却见虚空之中 常见一动被拒指震退 妖帝竭力出手 方才将之抵挡下来化解了魔指 只是 如此一番纠缠后 帝皇剑之内妖血好去 气势有所减弱 妖帝身形连退 气弱尤思 天魔威武 气势盖天 天魔之势 扫平天地 帝都之内众魔欢呼 为天魔喝彩 有天魔大尊在 区区妖帝 何须拒之 凌王也是精神一阵先前溃败带来的阴霾一扫而空 杀了你们 我们魔族的计划依旧如旧 就算死了几人又如何 妖帝 妖族及人族的修者却是已惊 满脸慌张地将妖帝给盯着 高呼一声 天魔之威太过骇人 便连刀皇这等爵士人物也是心之难以语之一战 江西望都寄托在了妖帝的身上 他还奈何不了我 妖帝冷恒一声 帝威弥漫 他发觉引动直接是将两颗妖血 融合一起 注入了帝皇剑之上 得到了妖血注入 此剑似乎得到了补给 上面有着纹路经络流转 一股棒驳浩瀚的地威弥漫开来 再次变得锐气逼人 妖帝手持长剑再次杀上虚空 气势比起之前还要强上一分 与天魔站在了一起 剑得妖帝踏空而去 各族长者却是有着一种莫名的悲意 如今妖帝身前只有一滴妖血 若是此番耗尽气力 将真正的到达山穷水尽的地步 他们当中也无人可与天魔争锋 妖族和人族的修者凝视着虚空 尽管帝都聚想连天 他们却感觉心境得有些可怕 似乎看不到希望 只有无尽悲意泥漫开来 连附近的空气都蕴含了一股悲意 妖帝杀向虚空竭力出手 几近疯狂似乎想要趁着妖血 没有浩劫的时候将天魔分身斩杀 呵呵 别费力气了 就凭借你这点气势 也想和本尊一战 简直是痴心妄想 天魔一笑 谋中却有着一股森寒之色浮现 他凝视着那手持常见的妖帝 冷冷地说道 现在 变人本尊送你归天 明练为本尊图中之魔师吧 天魔图灭世 天魔一指即退妖帝 玄机法觉引动 帝都虚空的巨大阵图 突然光滑一闪把他牵引而来 纹路流转 蕴含着无上傲义 里面有一片恶魔天帝演化而初 要吞噬天帝 化为魔帝 这句图一出 便是向着妖帝镇压而去 将那道道金芒尽数湮灭 这是天魔的清历一击 他趁着妖帝立节之时出手要将之一举击溃 第1325章斩去凡胎 天魔图镇压而下 帝皇剑光滑暗淡 帝微溃散 纵使妖帝竭力出手也是被镇压落下 砰 妖帝身若飞絮 被撞击的轰击在一座山峰之上 随着巨响传承 山巒崩碎妖帝极其狼狈地落在地上砸了一个千丈深坑 他气势锐减 帝皇之气不断消散 如今的妖帝乱发狂舞 就好像是一个风竹残年的老者 随时都要就此陨落 咚咚 巨风浮动 在那深坑之内呼呼作响 妖帝看似艰难的战力起身手中抓紧了帝皇剑 旋即他缓缓抬头 眸光依旧锐利无比 那张干枯的脸庞上依稀可以看到一丝傲气残留 妖帝 见到妖帝如此 各族修者皆是叹息 满脸伤感 便连其云霄也是百感交集 如此人物 可谓千古难寻 自己当年却将他当成了雍鹿之人难道 那是一个误会 他不由怀疑当年的事情 是不是妖帝故意为之 轰 谈雨催动神徒迎空轰击而去 将天魔徒的鱼坡抵挡了下来 他的身形也是一颤 带得稳住之时 眸光一动 瞧得深坑之中 那缓缓站立起身的妖帝心中气血涌动 眼瞳不由有着几分湿润浮现 这妖帝 忍入负重百年 被世人误解 却风骨依存 纵使只剩一口气也难以抹去他的傲骨 见得此目 韩宇突然想起了那曾经度节之时 原封所展现出来的那股要与天真高的气势 这方才是真英雄 全天大地的传人 可惜 你还没有成长起来 天魔环视四方冷冷一笑便没有多么在意韩宇 很快便将目光落在了那深坑之中的妖帝身上 道 如今你只剩下一滴妖血如何与本尊斗 这话语之中充满了一股信誉之色 那双幽深的眼瞳似盯着一直垂死挣扎的老鼠 本帝说过 你区区一尊分身 羞得在此畅狂 妖帝确实一笑 他手持地黄剑 那双眼瞳光滑绽放 突然变得无比炙热了起来 他身上一股气势凝聚而来 不再变瞪萎靡不振 那深坑之中的气息都随着他的呼吸变动 似乎牵引了天地奥义 在头顶化为一个气旋 这事 众人皆是一愣 他们在腰帝身上感觉到了一股诡异的波动 那种波动 蕴含着智力 似乎超脱了生死 引人入神 想要去探究一番当中的奥妙 这种波动 蕴吁也是满脸诧异 紧紧地注意着妖帝附近的气息 波动细细地感应着 他要斩去凡胎 朱灵说道 斩去凡胎 蕴吁满脸震撼 眸光一亮 紧盯着妖帝 几乎是在这一刻 所有的人都将眸光落在了妖帝的身上 斩我凡胎 铸就大道 妖帝一脸默然 他发觉一动 手掌地黄剑呼啸而出 化为一道长红 随后便是当空落下 要从他的头顶百惠之处一剑斩下 洞穿了他那形似枯稿的肉躯 嗡 光滑绽放 妖帝的身躯在帝皇之剑化为烟灰 就连他那神魂都是就此崩裂破碎 这一切妖帝斩去了他的肉身 也斩去了他的神魂 天啦 妖帝这是妖 妖族一些后辈子弟惊呼 不敢相信眼前的事情 连神魂都湮灭了他如何能活 众人疑惑不已 心中念头万千 斩尽凡胎 潘于紧紧盯着那个深坑 心中似有种明雾 却又有些疑惑想要从那里捕捉到什么 那是什么 当帝皇剑将妖帝之声斩去时 剑光消散依稀可以看到那里有着一颗烟红的妖血散发着一股帝皇之威 有人顿时发出惊呼 这是妖帝最后留下的一滴妖血 是他的本命经元所在 应该蕴含着大道奥义 是他重生的关键之处 这是妖帝之血 潘于心中一动 想到了很多 整个人气时突然有着一种升华 他的神魂和这片天地更加多了几分清静 整个人气时增加 大有要掌握天地之势的趋势 妖血 天魔心中一动 苦思冥想 妖帝这一举动也触动了他 让他有着一种想要去了解参悟的冲动 当剑光消散 出现一滴烟红的妖血之时 他突然惊呼一声 道 这家伙原来想以此重生 嗡 便在此刻 妖血崩裂 化为一片血雾 深坑之内突然掀起一阵涟漪波动 似乎有着属于妖帝的气息 在不断地被那血雾牵引而来 最后 化为一个气旋 一个人形逐渐形成 妖帝要重生 原处的冥王等人不由惊呼 这一幕实在太过震撼 连他们魔族的大能在陨落之后 也是无法如此轻易的原地重生 这妖帝施展的是什么手段 想要在本尊眼皮底下重生 简直是笑话 天魔心中震撼 感到这个妖帝深不可测 以后前途无量 或许会超越上一代那妖帝辉原 不过 略为震撼他却是冷冷一笑 大手一动 魔气翻滚之间一个千丈魔爪 当空便是一掌落下 要将那还没有凝聚溃散的神魂 重塑肉身的妖地给一举击溃 阻止他就此重生 朱灵阻止他 韩宇突然从那种感悟之中惊醒 心觉不妙 连忙向着朱灵说道 已融入阴阳神徒之内 朱灵说道 我念 修得畅狂 韩宇心领神会 大喝一声 盛行一动便是化为阴阳 吸带着阴阳神珠 与自己融入了神徒之内 呼 神徒流转 牵引着天地之势 如今韩宇和他融合使之气势暴涨 朱灵也在里面催动神珠 那股浩瀚伟大大道之力 催动的这神徒 化为一张阴阳剧图 向着那魔爪席卷而去 这小子 天魔一睁 眉头挑动 一爪便是向着那神徒落下 轰 神徒战动 有着大道之力 天地之势迸发而出 将魔气凝炼 天魔那魔爪也是被阵飞而退 他身形连颤 气息浮动 险些受到了轻伤 被那股大道之力所伤 这小子怎么有如此实力 天魔心一震 不由对那的青年高看了极严满脸名众 这诡异之力似乎蕴含大道 连玄天大帝也难以演化得如此纯粹 他如何有此气势 全天大帝修为通天 他演化出来的大道之力却不如阴阳神珠 看来得出全力了 天魔一脸缩然 魔光锐利如刀杀气凛然 法觉一动他便是牵引了天魔图 镇压 天魔图绽放着滔天魔器 他当空旋转 向着下方镇压而下 在图文之内有着一个魔之世界在不断演变 蕴含着一股天地之势 那其实丝毫不弱于阴阳神图 只是那种大道之力有所差距 不过这便不阻碍天魔的气势 他修为通天 远在寒雨之上 此刻催动此图 一下便是将阴阳神图镇压的一颤 里面的朱灵一脸苦涩 似乎难以支撑下来 他伤势便没有痊愈 动用神诸之力对敌还是有所不及 轰轰 在那股浩瀚的力量镇压下空间崩裂 帝都无数山巒被镇压的化为鸡粉各族的修者 静若寒蝉 远远退去 刀黄等人 化成大阵将那些后辈子弟护持住 却也有人当中陨落 天魔的气势太过庞大 不是如今的寒雨可敌 妖族及人族的修者都是一脸焦虑 脚有退去 让本帝来应付此聊 便是此刻 一道剑光冲天而去 地位弥漫 却见得那身坑之内 腰地的肉体重生凝聚 化为了一个中年男子手持长剑 正杀上虚空 成功了吗 谭与心中一喜 神念一动 神图光滑一闪趁着天魔徒的镇压之势 他向下一颤 顿入了一杵山凹之间 随之一道剑光洞穿了虚空直入云霄 狠狠地刺在那张魔徒之上 呜呜呜 腰地一剑洞穿虚空 击溃魔器 剑光直接绞入了那魔徒之内 破坏在那片魔之世界 他在斩天魔的大道 腰地 天魔大怒 法觉引动 天魔徒里面弃弦角洞 魔纹闪烁洁净全部力量 中式将那剑光化解 神图一震 将腰地震退千米 他自身也是连传大气 周身魔器紊乱 连忙运转调节 呵呵 想杀本地 你还差远了 腰地稳住身躯 手中长剑将那些魔纹 于颇尽数斩去 他目视前方 气势盖天 一脚踏空而去 便是杀向前方 让你的本尊来死吧 腰地涅槃重生了 望着那气势滔天 势不可挡的腰地 各族的修者终于是 舒展了一口气 寒语的及时出手 终于视为腰地的重生 争取了最佳的时间 使得局势得以稳住 腰地身穿地袍 手持地黄剑杀向天魔 他势不可挡 斩去肉身后的他 实力攀升到了一个巅峰 体内气血完全恢复 得到了真正的心声 再也不用靠腰血 来强行对付天魔了 他竟然重生了 这家伙怎么有如此手段 冥王等人面面相许 只觉置身在幻境之内 一切都显得那么的不真实 他们本来以为自己 算计了腰地 将他囚禁在地山之下 只等将之彻底凝练 便可掌握一切 不想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使得局势完全失去了控制 难道一直是腰地 在算计我们吗 冥王苦涩一笑 感觉无比的滑稽 可事实却又是如此 他或许便是在等待此刻 要将我族彻底引出 与天魔一战吧 地山 突然 冥王一动 想到了地山 脸色彻底阴沉了起来 轰 似乎冥王的心神被神灵感触到 地山之内巨响传出 有着一股浩瀚无比的气息 波动迸发而出 万道光滑直入云霄 将方圆百里的魔器禁数驱除 那几台之下紧闭的禁止之门 也是随之缓缓开启 这事 所有魔族的修者 都是感觉到了一股莫大的压迫 抿动着嘴唇视线向着地山会急而去 一抹惶恐从那毛子深处涌现而出 妖帝的传承或许已然被人获得 第1326章地危滔天 地山之内光滑闪烁 有着圣兽腾飞 俊龙长啸 一股磅薄的帝皇之微 如那洪流之水席卷天际 笼罩了整个帝都 天地在此刻为之变色 众多一抹脸色奏变 这时有人获得了妖帝传承的征兆 妖帝的传承被继承了 天魔的脸色变得不断凝重了起来 不断催动着天魔图 要镇压妖帝 呵呵 让你的本尊过来吧 妖帝仰天而笑 手持长剑 杀上虚空将那天魔图斩的魔纹溃散 光滑暗淡 如今的他已然可以和这天魔的这尊分身一战 看来是原封他们获得了传承 潘雨紧盯着地山 感应着哪里的气息波动 清晰地发现那祭台之内 有着一股气势在不断地攀升 心中不由满脸欣慰 杀 将魔族的那些修者都尽数斩杀 妖族的几位长者见后一脸振奋高呼一声 便是向着远古的那些一魔王魔尊 及众多魔将杀去 如今他们已经占据了优势 碧山之内光滑闪烁 圣守盘踞 如今那静止的威力达到了一个极限 不是一般人可破 韩宇略为沉吟 身形一动也是催动着阴阳神徒 向着明王等谋杀去 帝都陷入了一场混战之中 漫天绚丽的攻击好像是九天银河倾覆而下 一道道狂暴的攻击四那陨石洞穿了天际狠狠撞击在一起 阴波震天 天地似要塌陷 碧山祭台之内 浩瀚无穷的帝威尼曼开来 蕴含着一股大道之威 这妖帝之心不仅蕴含着妖帝对大道奥义的感悟 里面还蕴含着各位妖皇的一生奥义精髓 这小子如今将之完全融合 以后的成就只怕将要超越那远古妖帝 九颜待在那处浩瀚无垠的空间之内 眼皮仙洞 瞅向虚空那的悬浮着的青年 不由苦涩一笑 有着几分羡慕之色浮现 那里原风似乎盘膝在混沌之中 头顶之上霞光缭绕 有着圣兽虚影翱翔飞舞 一股帝皇之威从她的身上 如那浩浩荡荡的江河之水奔流而出 席卷了整片空间 原风双眸禁闭 依稀可以看到有着一道道大道的纹路 被她牵引着融入体内化为己用 九颜眯着眼睛 凝视虚空许久 最后叹息道 也罢 此番能如此也算是一场机缘 如今我凝练了这天地的极热天眼 再以后再细细感悟一番 这些妖帝妖皇的大道奥义 也可以踏入一个巅峰 在原风融合妖帝之心的时候 她也是有所感悟 如今实力暴涨 翁 取久后 原风周围气息内敛 净数被她融入体内 她盘膝在空 却让人感觉虚无缥缈 似乎已融入了这片空间 她那双禁闭的毛子 终于是缓缓睁开 扫向四方 已融合完毕了 九颜摊了摊手掌道 差不多了 原风说道 一些大道治理还需要细细体悟 不过现在却得缓一缓了 话语之间 一道灵力的眸光从她眸子内掠出 似乎洞穿了这片空间 落在了外面的帝都虚空 我们也该出去了 九颜深吸了口气道 原风踏步而出 虚空为之一颤 掀起道道纹路 她请客便是来到了这处空间的边缘 翁 碧山之巅 祭台之下的静止之门光滑闪烁 一股浩瀚的波动洪流一般席卷而出 这一刻 帝都风云变色 所有的修者都是向着那地山瞅去 东 祭台之中 一个俊美如妖 一个冷俊如冰的青年缓缓地踏步而出 整片虚空都因为他们的出现为之战斗 虽然隔着地山的静置 在外面依旧可以感觉到他们的气势 这么快就成功了 冥王等人心中惊骇 距离地山传承之地开启也还不过一个时辰啊 我念 那命来吧 原风谋光略动 感应到了有着无数个一魔阵将他盯着 他冷喝一声 杀意凛然 便是他空而去 撕裂了地山的景置 出现在了帝都虚空之中 杀 方一出现 原风便是向着那些魔尊杀去 他当年受到魔族偷袭 其母也陨落在魔族之手 对于魔族他有着难以言说的仇恨 原风手掌一动 寒气席卷而出 虚空之中的魔器尽数被冰封 连那崩裂的虚空也为之静止了下来 他这随手一击 似乎可以冰封天地 砰砰 一个各一魔来不及的躲避被冰封在空 原风手如利刃将之给一举击溃 请客就有着几尊一魔王陨落 一名魔尊动用了两伤之法 毁去了一尊分身才就此退去 如今原风不仅融合了妖帝之心 他还和九炎分别融合了极热之炎和极冷之冰 一念之下 可冰封天地 势不可挡 九炎也是踏出地山 他眸光如炬 嘴角掀起一抹邪魅的弧度杀意流露 修长的手指一动 一道由炙热无比的火炎所凝聚的龙刀便是出现在手 他手持龙刀 杀向虚空 长刀舞动 气势滔天 炙热的火炎席卷开来 可焚尽一切邪恶魔器纵使是魔尊遇上他都感到一阵心悸 要退避三尺 如今的他比起一般的魔尊还要恐怖 有了原封及九炎的加入魔族几乎是节节溃败 一尊尊一魔王血染帝都凄惨无比 轰 光影闪烁 明渊魔尊被彻底击杀陨落在空 小冥王随后也是被击杀 连冥王都没有来得及解救他 呵呵 你们魔族大势已去 各族张者越战越狂 杀意滔天 整片虚空都为之沸腾了起来 这家伙获得了妖帝传承也有如此气势 天魔魔光一尘也是露出满脸民众之色 你们潜伏在我界数千载 也该是就此消散的时候了 妖帝长发舞动朗生一笑 见到原封融合了妖帝传承 气势暴涨 他心中感到振奋不已 似乎已经看到了妖族的未来 这可是他筹划多年的结果啊 就凭你们还差了些 天魔冷笑 不过 获得了妖帝之传承罢了 当年辨识妖帝再是也不过如此 说完 他法觉引动 打出一个法印没入了天魔图之内 天魔纹纹路流转散发出一股恐怖的气息波动 整个帝都阴风阵阵有着飓风呼啸而起 哼 在这个时候 一尊魔尊被击杀 如今魔族死伤了千百名魔将魔帅 魔王也是陨落八成 明王连退 崔洞明和苦苦抵挡 整个人都化身为明和 在他身边也只有四名魔尊级别的存在了 妖族及人族的长者也有死伤 却完全占据了上风 去斩杀天魔分身 韩宇眸光略动 向着袁峰说道 他似乎在催动秘术 九颜眸光一宁 朝向那天魔图 上面魔纹闪烁有着一股恐怖的射魂之力弥漫开来 影响着众人的心神 天魔似乎被逼急了准备竭力出手 袁峰眸光略动 与韩宇相视一眼 身形一动 宛若一尊帝王便是向着天魔踏空而去 九颜也是紧随而去 杀 韩宇阴阳法应催动大极限勾引着天地之势 向着天魔闻图轰击而去 九颜袁峰同时出手 轰 天魔图一颤 天魔之躯也是退出千丈 看来今天是难以将这些家伙灭杀了 天魔谋光环是四方 一脸叹息一个妖帝已经让他头疼不已 现在加上了袁峰及九颜等人 如今便他也是难以应付了 妖帝大笑一声 手持长剑便是杀向天魔 躯空之中见光绽放 阴阳流转 九颜及袁峰将各自的傲益催动到鸡象一起杀向天魔 东东在四名爵士高手的联合夹集之下 天魔连连溃退狼狈不堪 天魔这只是一尊分身 实力有限 在经过几番大战后 气势也是减弱了许多 这一次 算你们走远 本尊的真身一时无暇 下一次 你们可没有这好运了 天魔稳住身形冷恒道 我魔族注定将要踏平这片天地 我魔主大人将成就大道 既然来了就别走了 妖帝魔光冰冷长见舞动 便是杀向天魔 阴阳两极封锁天地 原风及九颜相似一眼 极热极寒两股恐怖的气息波动席卷开来 固满了这个帝都 化成了阴阳两极 要将那天魔封锁 寒语法觉引动 阴阳应也是向着天魔轰击而去 这一刻 帝都的虚空完全被一股大道的气息 所充斥着恐怖的气息波动弥漫开来 似要崩碎虚空 天魔眉头紧皱感觉到了一股难以言说的压迫 天魔大法 凝炼万魂牵破 化为无知魔兵 天魔突然法觉引动 盛行当空一晃没入了天魔图之内 那张剧图 纹路顿时的已扩张 戏事暴涨 一个巨大的纹路四打穿了虚空 向着帝都笼罩而去 呼呼 帝都一颤 阴风阵阵 突然有着厉鬼呼啸 一个个阴魂被那气玄给射入了天魔图之内 那些阴魂 有着陨落的人族修者也有着妖族修者 当中竟然还有着魔族的几位大尊 修者死去 魂是海将溃散 化为无形 可如今在天魔图的牵引之下 所有阴魂的已凝聚 化成了形体 被射入图内 一道道魔纹打入那些魂身之内魔器注入 要将之凝炼为魔兵 这 望着此目所有的修者都是露出满脸凝重 他们才将那些魔尊斩杀 却转眼被宁为了魔兵 如此一来 岂非等于百搭 阻止他 妖帝眸光冷冽 常见舞动展向了那个巨大的气玄 以阻止不了本尊的 天魔冷笑之声从那张剧图里面传荡出来 魔纹闪烁 化为一片黑色的世界 便是向着妖帝倾覆而去 化成了一个阵法空间里面阴风呼啸 杀人无数 这是一个杀阵 韩羽等人也被短暂的困住 给我破 妖帝大河一声 将那魔阵破除 一剑便斩在那魔纹之上要破坏魔徒的运转 不过 此时魔徒已经凝聚了大量的阴魂 使之气势得已攀升 本尊要走 你们还拦不住 天魔冷恒一声 从天魔徒打出一道道魔纹将妖帝镇压而下 同时 他大手一探 向着帝都抓去 化为一个弃玄将冥王及魔族的一些强者卷入魔徒之内 第1327张叶盘 天魔图内一个魔纹弃弦搅动而出 宛若一个滔天巨爪将帝都的众魔一把卷入里面 轰 便在此刻 韩羽吉元峰等人破开阵法 待得发现此事后 已经知道天魔是准备溃逃了 杀 妖帝手持帝皇剑 身上帝威尼漫长剑一阵 化为一柄千丈巨剑将虚空都是斩裂 出现一个巨大的篝祸 在空中掀起滔天骇浪 最后落在天魔图绽放出来的那个弃弦内 见光落下 无上帝威势不可挡将那弃弦击溃 不过 此刻天魔已经将那些魔尊魔王卷入图内 一些高级的阴魂也是被凝炼入图 轰 袁峰等人也是立即出手想要将那天魔图崩裂 这一次算你们走运天魔图绽放出滔天魔光 搅动天际立即在虚空形成一个巨大的气旋 似乎沟通了空间天魔那略显猙獰的声音从里面悠悠传出 不久后我魔族将彻底复出到时候你们等着被我魔族的大军横扫这片天地吧 莫说你们 便是玄天大地及妖地出手也是难以再立挽狂澜 因波落下天魔图猛然移动 迸发出一股浩瀚之力 如天地镇压而下 将寒雨等人的攻击都是一举震愧 众人身形一颤 皆退千丈 等寒雨等人稳住身形的时候 那天魔图一晃便是没入了那空间气旋之内消失不见 唯有天魔临走时那略显张狂的声音依旧在这片天地回荡不绝 给人一种极为不安的感觉 就这么让得他们顿逃了吗 各族的羞者凝视着虚空 谋中有着几分失落流露 这天魔道是有着几分底蕴 谈雨收回阴阳神图 不由叹息了一口气 如今他气息浮动 嘴角血迹溢出 脸色略显苍白 经过如此一战 他也是伤势不清 刀黄等人向此顿离 脸色也有着忧虑 这天魔有着天魔图护身 还凝练了众多强者的阴魂为己用 我们想轻易地将之留下也是极难 既然他逃了也无需太过失落 妖帝说道 现在我们应该整顿一番 筹划下一步计划 不知妖帝有何见解 刀黄问道 暗冤老祖及妖族的几位强者 皆是顿来露出询问的意思 此次妖帝出手 可谓是出其不意 有着力挽狂澜之功 不管是妖族还是人族的修者 对他都是充满了敬畏 将之当成了那种高深莫测的存在 尤其是世财妖帝 斩去肉躯 涅盘重生时所展现出来的魄力 让得无数修者为之生生折服 试问有几人敢在如此危急时刻 斩去己身 以此涅盘 我们先调习一番再说 妖帝说道 众人点头 如今各族修者皆是有所损伤 的确的好好地整顿一番 才好来商议大事 妖帝还是帝都四方 望着那满目创意的诚实 某中不由露出几分唏嘘之色 当初这里是何等的繁华 可惜 还是没有将那些魔涅朱砂完毕 妖帝叹息 他当初忍辱负重围的便是 今天可以将魔族引出 再将之重创 此次本来已经达到了目的 斩杀了不少的魔尊强者 可是这些人却依旧被天魔的天魔图 射去了魔魂 以后依旧可以凝练成为一尊强大的魔兵 这一战 算是徒劳一场 帝都已废 我们前往太原城吧 妖族一位长者说道 走吧 妖帝将地山传承之地封印 摇了摇头便是踏空而去 这次他虽然没有斩尽魔孽 却也是摸清了魔族的大概力量 心中也算是有个底数了 各族修者望了一眼那座废墟一般的城池 便就此退去 太原城正是先前各族修者 驻扎在帝都万里之外的一处城时 众人回去后便很快安置了下来 这一战 妖族及人族都死伤了不少的修者 可谓损失极重 被异伤的情绪便没有弥漫很久 众人便是各种闭关疗伤 如今魔族未除去也只有尽快将伤势恢复 才有着一战之力 不然 以后只会成为累赘 身陨后也将被炼成魔兵 韩宇几次全力抵挡魔族的攻击 伤势不清 不过他如今与阴阳神徒融合了 心神沉入里面 感应大道 不久便有着一道道玄妙的纹路滋养己身 开始修复身体 半个月后 韩宇方才尽数恢复 在恢复了伤势后 韩宇便没有急着出去 他开始凝神静气 感悟天地傲义 当初妖帝斩肉身 涅槃的情景浮现在眼前 被他细细参悟 感受着里面的玄妙 不久后 韩宇的元神变得飘渺了起来 似乎融于了这片天地之间 那火凤族的长者说的话 被他一点点参悟感受 他抓到了当中的关键之处 也想到了妖帝为何能斩身成功 神与天相合 我既为天地 天地既为我 天地存 我念存 破而后立 不破不立 只留一念便可生天地 韩宇喃喃自语 周身似乎有着大道气息 被牵引而来 他整个人都陷入了 一个微妙的境界之中 不仅是他的元神似呼化 为了虚无 融入了他的世海之内 便连他的肉体 也变得越发虚无 缥缈了起来 若有人在 便可发现 如今的韩宇已然 缥缈若先 似乎不沾 红尘有着超凡 突俗的气质 弥漫出来 不破不立 只留一念 生天地 韩宇那泥南之声 突然变得坚定了起来 他眼皮一紧 世海之内 他元神 便是就此崩碎了开来 似破碎 却又似融入了 那片浩瀚的世海之内 此刻韩宇俨然 已经开始冲击涅槃之境 韩宇哥哥 怎么似乎气息全无 这是怎么回事 韩雪因立于门外 满脸担忧 他早已经恢复了伤势 来此看韩宇 却发现后者气息全无 连呼吸都没有了 似乎已经陨落 这个消息 很快被各族的长者知道了 他气定神闲 虽然没有了波动 却已经是在闭关 赵老等人了开启屋子 观察了一番韩宇后 如是说道 可他为什么没有一丝气息波动 韩雪因满脸担忧 道 他应该在冲击涅槃之境 火凤足那位美妇走来说道 当初他询问了我涅槃之道 想必他此番有所感悟 在疗伤之际 便进行了冲击 想要踏入涅槃之境 不错 他正是在冲击涅槃之境 妖帝也是走了过来 说道 他气息虽无 可周身的大道波动还在 他现在只是神魂溃散 还有逐一念尚存 只要神念足够坚韧 重新凝聚 便可兴生 踏入涅槃之境 他对这个青年也是颇为关注 所以一听到了此事便赶了过来 冲击涅槃之境 一个老者说道 他得到了玄天大地的传承 若是能再练神一道也有此造化 以后成就肯定不低 我们退去吧 妖帝说道 若是惊扰了他的神魂 使之难以重新凝聚可就麻烦了 众人退去 也在韩宇的屋前留下了禁止 不让任何人出入 时间过得很快 五天眨眼就过去 韩宇却依旧没有动静 此间雪鹰一直在外守候 担忧不已 在这期间 各族的长者却在商议大事 他们决定将妖族及人族的强者 都聚集一起 准备和魔族进行最后的决战 远风习久言却也如韩宇一般在闭关 他们都感悟了远古妖帝及那些妖皇的奥义 却便没有完全将之融合 如今需要好好琢磨 将之彻底领悟荣为自己的大道 一念升天 斩去故我 凝聚心声 这一天 韩宇纳处毫无生机的誓海之内突然 有着一道高昂之声震荡开来 如雷鸣响起 久久不绝 似乎传遍了整个浩瀚世界 这是韩宇溃散的神世所发出的声音 却给人一种毋庸置疑的气势 是海都为之战动了起来 轰轰 世海之内似有雷鸣响起 旋即 一道道响彻天地的话语便是冲天而去 在世海内久久不绝 一念升天 斩去故我 凝聚心声 浩瀚的声音好像是神灵的吟唱 在韩宇的世海之内响彻开来 一股伟力从虚无传出 整个世海激动 云雾缭绕 晶圆流转 有着飓风呼啸 似乎末日来临又相似进入了混沌之初 在那混沌之中一道道神念似乎穿透了虚空凝聚而来 最后终于是会集成为了一个元神的模样 一股天地大道的气息波动随之溃散开来 待的元神完全凝聚之时 这片天地混沌不在云雾消散 在那股大道气息之下 开始不断蠕动演化 待的那元神缓缓睁开眸子 是海之内一片浩瀚的世界便是就此出现 这片世界虽然不大 却云雾缭绕 惊气浩瀚 有着山川和月坐落四方 俨然便是一个小世界 韩宇的元神一动 似乎有着一股天地之势 他俨然便是这片天地的世界 一念升天 这便是涅槃之境吗 韩宇心中怅然 心中对于涅槃之境更是多了几分感悟 他这片是海天地虽然说没有生灵 却拥有着大道气息天地之势 韩宇睁开了眸子 深吸了口气 如今的他感觉自己与天地大道更加亲近了一些 对于天地之势的运用也比起以前要自如得多 他手掌移动 天地之势便为之牵引 移动之下 便可调运天地之势 便不用什么繁复地发觉傲益 韩宇推门而出 便是看到了在他们门汗手的雪茵 这丫头 在此地等候了一个月终于是累得睡着了 这不是身体上的累 是因为担忧使得心神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变得疲惫不堪起来 韩宇哥哥 感觉到附近的波动 韩雪茵很快便醒来 他眨了眨眼睛眸中金光灿灿 喜极而泣 忍不住扑入青年的怀里 道 你终于醒来了 人家还以为你有什么不测了呢 第1328章寻找圣器 傻丫头 我怎么会有事呢 韩宇将那少年搂在怀中舒心一笑 见到了太多生死离别 对于身边的人 他越发感觉弥足珍贵的好好珍惜才是 韩宇出关后 各族的长者都是闻讯而来 询问他的情况 在得知他踏入了涅槃境众人皆是表示祝贺 对于这个青年以后的成就也是更加多了几分其许之色 在韩宇出关后 九颜也是出关 他气息大变 站在虚空好像一尊神灵让人琢磨不透 蕴含着大道的气息 如今的他 比起刀簧那等存在也是丝毫不弱 九颜凝练了天地之间的极热天颜若真竭力出手 只怕真有这份天灭地的气势 五天后 袁峰也是出关 他气息更加浑厚 比起九颜还强 一股帝皇之威弥漫开来 宛若君王 如今的他已然将妖帝之心所拥有的奥义及血脉传承皆是融合 见到袁峰 妖帝连连点头 他知道 自己这个儿子假以时日必将有着机会超越远古妖帝 既然你们都已经出关 那么商议一下应付魔族之事吧 妖帝向着众人说道 大殿之内 各族长者皆是坐落两旁 妖帝居于守卫 如今魔族退去已久 却直服不出 我猜他们肯定是有着什么大计划在酝酿着 妖帝说道 现在我们必须主动出击 将他们找出路 探清其虚实及计划 那妖帝打算怎么办 妖族一个长者说道 谭语等人也是侧耳聆听 当年各族长者封印无极戒狱 留有六件圣器 如今青龙拳杖及麒麟印火黄轮皆在 却少了玄武盘及白虎圣器 我们应该将这些圣器聚集 以备不时之需 妖帝说道 聚其圣器 妖族长者皆是动容 这圣器都是各族皇者留下 不仅关系着开启无极戒狱 使此圣器 也可以使得他们的圣兽大政威力变得更加强大无比 可是这些圣器被魔族掠去 如何聚集 有人问道 这自然有办法 妖帝说道 当年诸位帝皇早就料到了此点 只要有人获得了妖帝传承 再凭借帝皇剑 便可以推演出那些圣器的所在 只要这些圣器在魔族手中 我们还可以此寻到他们的巢穴 哦 众人谋路惊喜 如此甚好 这样一来 我们也就可以将魔族的老巢揪出来了 圣丰 此事便交给你了 妖帝说了一句 大手一扶 帝皇剑光滑闪烁便是呼啸而出 落在了殿中的青年手中 凭此将圣器所在之地给推演而出再做行动 圣丰接过帝皇剑 剑身在他掌心不断战动 发出一阵欢快之声 那感觉就似遇到了主人一般无比的激动 获得了诸位帝皇传承的圣丰 无意成为了这帝皇剑名正言顺的主人 圆丰心腹剑身 月露唏嘘 旋即法掘引动 一个法应便是打入了帝皇剑之内 以我帝皇之名 迎我帝皇之戏 宛若吟唱一般的声音在大殿之内缭绕不绝 却见得圆丰法掘牵引 那帝皇剑顿时绽放出一股股帝皇之威 五彩绽放有着圣兽盘旋在空 帝皇剑悬浮在空不断绽放出五彩光芒 大殿之中所有的修者都是露出几分紧张而好奇之色 对于这种推演之术颇为惊喜 翁 帝皇之剑绽放出大道的纹路 似乎沟通了天地穿越了空间 突然大殿的虚空一颤 出了一个漩涡 泛起阵阵液漪 它似乎有所感应找到了那远在遥远天际的盛系 当涟漪消散 虚空又是一颤 一个画面便是出现在空 那是一楚魔器这天 宛若无间炼狱之地 就算是相隔着空间之力 依旧可以感觉到哪里有着一股恐怖无比的邪恶气息在席卷天际 那种波动 让人心计就连腰帝也是皱了皱眉 那便是魔族的巢穴所在吗 各族的长者都将那片突然出现的魔器世界给盯着 想要透过那重重魔器将之看清 不等众人将那片浩瀚的魔器世界完全看透 帝皇剑一颤发出一阵嗡名之声 他似乎在那里找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波动 他绽放出玄傲的纹路 穿透了空间穿过了那些魔器 呼 一片宛若魔渊的深邃之地突然出现在众人眼前 在那里有着两件圣器被一道道魔纹封印在祭坛之上 饱受着魔器的侵蚀 只是那种熟悉的波动依旧是让得大殿之内的长者谋路欣喜 那是我族圣器 全武族及天文圣虎族的修者都是不由高升经呼谋中有着难以掩饰的激动涌现 豁然起身 身子都在原地微微颤动了起来 一时多年的圣器终于是出现在了眼前啊 好 留下那片地狱的印记 暂时莫要惊扰他们 以后去寻找他 妖帝也是一脸振奋说道 原封文言 在那片魔器之地留下了一个烙印后便就此退出 那里应该就是魔族的巢穴了 屈空涟漪消散 各族的长者却一脸凝重交换着自己的看法 依照那气息波动来看 魔族的底蕴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之外啊 他们那里似乎在凝练一个阵法 原封书道 那阵法器是滔天 似有毁天之力 比起天魔还要强大 应该是魔族的杀手锏 只是却不知他们要做什么用 各族长者都是沉吟了起来 既然魔族有此底蕴为何当初没有在帝都动用 有人问道 若是他们亲力出手 必可将我等一举击溃啊 许多人点头赞同 他们也是感觉到了那魔器里面有着一股恐怖的气息波动 或许他们至不在此 妖帝沉吟许久说道 不 众人皆是一愣 满脸疑惑 魔族来此不就是为了要灭杀各族的修者吗 他们或许是为了无极戒狱 妖帝深吸了口气 说道 无极戒狱 众人皆是深吸了一口气 整个大殿的气息都似乎要凝固了起来 看来他们是要将那些被封印的魔族修者给解救出来啊 一些长者摇头说道 谭语也是皱了皱眉 若是无极戒狱被破除释放出了那些被镇压的大魔那还得了 无极戒狱有着封印存在 他们也能撼动 有人说道 或许他们有办法吧 妖帝说道 魔族为此谋划了数千年 岂会没有准备 无极戒狱有着裂纹出现 他们可以破除封印 朱灵突然开口道 什么 有封印裂纹 谭语一惊道 你怎么知道的 我便是从那里催动着神珠出来的 朱灵说出了一个惊天秘密 你是从无极戒狱出来的 韩宇震撼不已 没有料到朱灵由此来头 朱灵只是点点头 却不多言 他似乎恢复了很多记忆 却不愿意将之全部点透 那我们怎么办 见朱灵不愿多说 韩宇也不再言及此事 只是有些担忧地问道 静观其变 朱灵悠悠地说道 他们翻不出什么浪的 噩 韩宇轻语了一声 瞅了一眼大殿之内的那些长者 最后还是将心中的秘密压了下去 既然朱灵不愿意多说 他现在也不适合将此事告知众人一切顺其自然变好 既然魔族有所准备 我们也不能静观其变 刀皇说道 那么现在而等便传讯 让各族修着准备来此会集 妖帝说道 袁峰你便带些人去刺探魔族的虚实 顺便将那圣器给夺回了 是 袁峰点头 你们谁愿意和他一起去 妖帝扫视四方道 我去吧 全武族一个中年男子说道 此人有着眼神静的修为也算是个天赋不错的后辈了 我族也派个人去 天文圣虎族一位长者说道 如此可以 妖帝点头 他们族内圣器遗失 此番去最合适不过了 我也去吧 韩宇说道 你 妖帝略为一顿 随后道 也好 有你和袁峰在一起 也可以轻易退出了 既然如此 那么我也去玩玩 九言说道 那好 你们准备一番 便启程 妖帝说道 记住 此行切莫恋战若是遇到天魔出手 尽快退出来 知道 袁峰淡淡地说道 众人散去 各族的长者都去调动自己族中的人马 要他们尽数赶来此地汇集 韩宇则是和袁峰等人聚集在了一起 韩宇哥哥 我也要和你们一起去 韩雪英嘟囊着小嘴说道 你就待在这里吧 韩宇一笑道 这次 我们不会有事情的 是的 你便不要担心了 袁峰说道 魔族虽然抵运魂厚 不过他们似乎在构架大阵 应该没有多余的闲暇时间 就算天魔要出手 我等早已经退走了 如今的袁峰实力倍增 手中还多了帝皇剑 信心也是随之增加了几分 你就留下吧 韩宇轻抚着少女的青丝道 就放心让他们去吧 韩芊芊也是劝说道 我们在此等候便可以了 她也想去 可是九言怕有什么意外 所以让她留下 心中虽然担忧 韩芊芊却也是不想拒绝她的美意 韩雪因嘀咕一声 只得就此作罢 一天过后 韩宇及袁峰九言 还有着玄武族及天文圣虎族 一位中年男子便是就此出发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这天文圣虎族的男子 脸上的纹路奇特 竟然是白色的纹路 俨然便是千年的一剑的白虎一脉 此次天文圣虎族让她出山 便是要收回白虎圣气 凭借帝皇剑感应 袁峰推演出魔族的巢穴 所在便在无极界域之外 他们前往了地山 开启了一处远古阵眼 前往了那处神秘的地狱 要将各族陨落的圣气夺回 第1329章魔族巢穴 这是一处浩瀚无垠之地 好像到达了天地的尽头 一眼望去 前方虚空光滑灿灿 却有着雾气朦胧 让人看不透那光滑之内 到底有着什么事物 哪里就好像是一片混沌之地 充满了神秘 在这片虚空不远处 突然有着一阵涟漪泛起 几道身影便是出现在了虚空之中 这些人赫然便是 韩宇及袁峰等人了 前方那便是无极界域了 朱灵说道 不 韩宇谋光略动 向着那片光滑灿灿 却被雾气缭绕 宛若混沌的虚空瞅去 那里好像有着星河片 不看不到尽头 这里是天地的尽头吗 玄武族那个中年男子 眉头围动 不由露出感慨之色 他们还是第一次 见到如此之地 站在下方就好像是 仰望星空 给人一种极其浩瀚的感觉 可这除被封印之地 偏偏又是混沌不清 看不清楚里面有什么 这便是被封印了的无极之地了 袁峰说道 当年据说这里是最为神秘之地 引得魔族为之洞星 不惜开启大军来死 最后却被各族长者在此布下了绝世大阵 将之演化成一个空间 就此封印了起来 据说这里有着天地的秘密 若是参悟 可以证的长生 天文圣虎族那位拥有着白虎血脉的中年男子 悠悠地说道 他眸光瞅向那片虚空 充满了奇许的味道 我们离开此地吧 袁峰说道 魔族应该不在这除封印之地不远 可别让他们过早地发现了我们 众人点头 就此顿离此地 便在那里了 在离开不久后 袁峰眸光一动 凭借着帝皇见他感应到了魔族巢穴的所在 就在那里嘛 谈与眸光一眯 他感觉到了那里有着魔气的波动 这些家伙果然是要开启无极之地 朱灵淡淡地说道 那地方便是立文所在 谈与问道 正是 朱灵点头 谈与一脸沉吟 气息凝重在将气息隐秘后 和众人小心翼翼地遁向了那片天地 这片天地 魔戏缭绕 有着阵阵阴风呼啸 化为一个个巨大的风眼肆虐开来肆要吞没天地 这些风眼中心之初 有着一个开阔无比的深渊 哪里搭建着一股古老的祭台 祭台高达千丈 下方是由尸骨堆砌而出 宛若高山 尸骨便如那山之台阶 一个各魔纹烙印在那些尸山之上 绽放着一股邪恶的气息波动 尸气化为一股幽冥之气 这些幽冥魔气在魔纹的牵引之下 宛若一个漩涡不断地向着祭台之上搅动而去 直入云霄最后汇集在一点 依稀可以看见 那祭台的顶端有着一尊巨大的魔箱 遥望着前方虚空似乎要沟通天地 这祭台的正前方赫然便是一处绽放着 朦胧光芒的混沌之地 那处混沌之地 在原古时候被称为无极之地 如今被后世子弟成为无极界域 在这祭台之下 依旧遍布着诸多玄傲的镇柱 在下方似乎有着吟唱歌颂之声响起 化为一股浩瀚之力注入大阵之内 虚空之中音波也是魔纹战动 使之方圆千里之内都被一股吟唱之力所影响着 这股力量似乎可以沟通天地牵引万物之魂 韩羽等人身形略知那些风眼之外 还不等他们进入那里面便是感觉到了一股浩瀚之力席卷而来 那般力量邪恶无比 似乎要是人心魄 使人彻底堕落于九幽 好诡异的音波 九颜等人皆是身形一致魔中露出凝重之色 心神向着风眼里面的那片被魔器所笼罩的世界感应而去 他们似乎布下了大阵 在以众魔之力牵引天地之魂 他们要召唤这片天地所有的魔族阴魂 韩羽说道 召唤所有魔族的阴魂 众人皆是谋路惊诧 若是如此那该有何等气势啊 这魔族果然有着大动作 怪不得他们的目标是破除无极界域的封印 原封也是皱了皱眉 若真是如此 便是妖族及人族所有的强者出手也是难以抵挡魔族之力 毕竟他们那些阴魂之中 可不乏远古强者啊 我们先去找那盛气吧 玄武族的男子说道 恩 元封点头 凭借着帝皇剑感应而去 选定了一个方向之后便是向着前方的封眼没入 封眼之内阴风呼啸 有着极强的侵蚀之力 连阴阳静的修者陷入里面都将被吞没 不过 韩羽等人皆是强者 这些阴风根本难不倒他们 穿过几楚风眼之后 他们便是来到了一楚山巒之间 俯视下方 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山渊 那里魔器滔天依稀可以看见有着一个阵台 如今帝都一战我族势力 这两件东西也没有什么用处了 真不明白天魔大人为什么还让我等在此守护 阵台外 一个一魔瞥了一眼前方高台有些不满的宁难道 这些东西虽然没有用处了 不过也是妖族皇者留下的圣器 必须就此回去以绝后患 旁边一个模样冷烈的一魔说道 你还是老老实实在此待着吧 如今天魔大人的祭祖大阵已经快完成的差不多了 还怕什么 那个一魔都让道 只要 我们开启了无极之地的封印 将魔主大人给解救出来还怕什么 也是 闻的魔主 那个一魔声音不再冰冷 魔子唯唯咪起道 只要魔族大人出来 必可完成当年的大业 或许就此证的长生 我们也可以沾点光啊 长生啊 两名一魔魔中尽是露出向往的神色 长生 谈与眉头围动 难道这便是一魔的目的吗 在他的旁边九颜等人也是神色有动 正受受缘悠久却终究是难逃一死 谁又可以证的长生了 这里只有几名一魔王在此 我们出手吧 略为陈吟 旋即九颜眼皮一先说道 恩 众人皆是点头 这处山渊距离原处那的庞大的阵法很远 就算他们出手也有着时间顿离此地 那么便出手吧 原风眸光冷冽 一股冰寒彻骨的气息波动 突然席卷天地冰封了这个山渊 蕴含着一股大道奥义的气息 镇台前的两尊一魔王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就已经被冰封 破除镇台冰封了这片山渊之后 原风手持帝皇剑便是向着那镇台一剑斩下 韩宇等人也是向着旁边的镇柱发出猛烈的攻击 轰一声俱响 镇台崩裂 滔天魔气迸发而出 化为一条巨龙要向着众人吞噬而来 焚尽虚空 九炎冷横 至日火炎席卷而出 那魔气好像遇到了太阳的冰雪就此化为虚无 镇台被破露出了里面一个幽深的深渊 里面赫然有着两件盛气被移到到魔纹束缚着 破 原风冷横一声 一剑斩下 魔纹崩裂露出了两件盛气 起 法掘一动 玄武族及白虎族的盛气呼啸而出 我族盛气 两人心中一喜 大手一招便是将先被盛气射入手中 我们走吧 盛气入手 韩宇说道 恩 众人没有一丝留念的意思 在原楚的瞅了一眼魔气中心出的那个阵法后 身形一动 穿透一个个风眼要顿离此地 吼 原楚天际 魔气滚动突然有着一声巨吼传出 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来此挑衅 一处深渊之地 天魔怒吼一声 一双眼瞳似洞穿了虚空 看透了一切 落在了原楚的天际 一股灵力的杀意冲天而起 天魔大人 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魔尊问道 两件妖族盛气被夺了 天魔道 不 旁边的一些座落在正法魔纹之内的魔尊一脸惊叉道 谁有那么大的胆子 获得了妖帝极玄天大帝传承的家伙 天魔说道 他们 众魔惊诧道 要不要将之留下 算了 他们已经离去千里 想要将之留下也不是那么容易 现在既练正法重要 天魔说道 他如今走不开 不然当初也不会只是动用一尊分身出手了 也是 只要大阵一城 开启了无极之地 我魔族大事将定 众魔皆是点头 知道事情的轻重 他来了吗 在这处阵闻之内 一个紫衣女子那双空洞的眸子突然眺望虚空有着一丝异彩浮现 只是微微醋眉 他便是恢复了神色 眸子空洞目无表情 似乎在提防着神吗 那小子来了吗 旁边幽冥鬼母眸光转动 神色复杂 在深吸了口气后瞅向了旁边的少女 见得后者依旧眸光空洞 他才是说了一口气 如今后者实力深不可测 似乎已经超越了他 好在还没有反噬的迹象 不然只怕也只有天魔大人出手才可以将之镇压了 魔族巢穴周边 韩宇的身形突然一顿 眸光不由回头瞅去 怎么了 朱灵问道 我似乎感觉到了紫月的气息 韩宇说道 他 朱灵说道 你放心 他现在没有事情 没有事情 韩宇一脸愁愁 在犹豫要不要离开 你放心 以后你们有着机会相见的 朱灵说道 我现在可以感应到他的实力已经极强 吞噬之体已然大成 他若要离开早就离开了 现在或许他有什么目的吧 再说了 你现在贸然出手 不仅救不了他 还会让他陷入危险之中 所以一切莫及 朱灵继续说道 他不希望韩宇出手 我就信你一次 韩宇眸光一宁 突然说道 韩公子怎么回事 全武族的修者问道 没有什么事情 我们走吧 韩宇收回眸光道 众人在吵了一眼遥远的天际后 便就此顿离此地 回到了各族聚集之地 第1330章天地变色 韩宇及袁峰等人回到城内 各族长者都是满脸欣喜 不过带得听的几人对魔族之地的描述之后 却皆是满脸凝重 看来魔族真是将目标放在了无极界域啊 妖族一位长者满脸叹息 心情显得凝重无比 如今他们阵法未成 不如我们去将知会了 有人提议道 这个只怕不成 袁峰书道 那阵法天魔准备已久 凝聚了万魔之力 绝不是轻易可撼动 韩宇等人也是点头 那阵法所散发出来的气势 绝非他们所能撼动也是如此 他们才会急着回来 没有在那片区域再多停留一刻 就是怕魔族可以牵动阵法出手 那怎么办 难道我们就此坐以待毙 各族长者满脸忧虑情绪有些难以控制 无极界域一旦被破除 局势将难以控制 现在我们出手也只有覆灭的结果 韩宇说道 或许 我们的阴魂只会成为他们的补给之力 各族长者皆是沉默 对于魔族的恋魂之术 他们都是有所领教 若贸然出手真的只会增加魔族的气势 反而不妙 可无极界域被开启 他们也一样将被魔族所杀 如今的局势似乎完全脱离了他们的控制 妖帝可有办法 各族的长者问道 妖帝在帝都立晚狂澜 俨然被各族长者当成了一个领袖一般的人物 无极界域被开启或许是大势所趋了 妖帝叹息 他没有料到魔族在凝练着如此邪恶的大阵 似乎可牵引天地魂魄 想来他们早就预谋很久 也是如此天魔才没有以本尊降临帝都 大势所趋 众人如遭雷疾 连退两步一连苦涩 道 难道真没有应付之法了 诸位也无需如此悲观 妖帝说道 玄天大帝诸位皇者可便没有陨落 他们也在无极界域 镇压着那些异魔 就算魔族破开了封印 我们也未必就没有希望了 几位长者陷入沉淫 如今数千载过去 那些远古大帝他们可还能一战 再者无极界域 可是我戒之根源 在哪里一战 魔族也未必可以讨得了好 妖帝说道 这道也是 刀皇点头道 当年各族强者将魔族引入那里与之一战 便是因为此点 传言无极界域有着一片无极之地 那里蕴含着天地大道治理 据说玄天大帝曾在那里悟道 赵老眉头一弯 说道 不知那里到底有着什么东西及秘密 据古籍记载 那里是大道之根源所在 无极无影 不可琢磨 宛若天地大道 玄玉一个长者说道 传言 人古时许多大能便是在那里悟道突破了桎固 踏入了一个极其玄妙的境界 不 众人心生向往 一些人谋犯金光想到了很多 那么诸位有何高见 赵老说道 难道 你们是想进入那里面 众人一阵沉默 就算进入里面 必将与魔族一战 只怕我等也是没有机会去感悟什么大道傲义了 妖帝说道 一切 都看情况吧 或许 数千载过去 那里面的一模已经被镇压得陨落许多 诸位大帝皇者却巅峰依旧了 现在也只有静观其变了 各族的长者沉吟片刻 也只得如此 若现在出手众人一旦被魔族所灭 那么便决了各族一切希望 等无极界域开启或许还有着一丝机会 毕竟那里的情况谁也不知道 或许有着什么变数出现了 城内的修者暂时陷入了短暂的沉疾之中 不过 在此之间玄域血域及妖族 但凡踏入阴阳及神藏境的修者 都来到了此地会集 准备要在最后的时候与魔族一战 与此同时 妖帝也时刻感应着地山那楚阵眼的波动 这楚阵眼与无极界域接连 只要无极界域有着波动便将传来异样 若是如此他们也可以出手与魔族进行最后的决战了 在这期间 韩宇便没有闭关修炼 而是进入了炼狱空间与父母相聚团圆和一些故人 聊起当年的去世 虽说朱灵让韩宇莫要着急 不过 他却也知道未来的事情难以预料 趁着这美好的时光 正好与族人朋友度过 这样 纵使以后当真是各族被魔族覆灭意 或是他身允 也没有遗憾了 这种平静便不长 外界仅仅是过了一个月 整个天地阴魂呼啸魔魂哀嚎从四面八方 各个界域 穿透了虚空 向着那魔族的纳德大阵汇集而去 一股浩瀚的魔气弥漫开来 宛若魔域 魔族的大阵终于是凝聚而成 开始牵引天地间那些残留的魔魂 暴风雨要来了吗 各族的长者感受着天地的变动 皆是心有七七 如今魔魂四起 被凝聚而去 旁人根本难以阻止这种趋势 他们也唯有静观其变等候最后一战了 韩宇待在炼狱顶 这一天正和一些当年的师兄弟交谈 指点着众人修炼一道之上的不足 什么 突然 韩宇眸光一动 露出几分惊诧之色 怎么了 韩师兄 少雷等人说道 我的离开了 韩宇一脸凝重说道 如今魔族已经要动手开启无极封印了 那你可得保重啊 一些实力不过在阳玄境的修者说道 你们便放心吧 韩宇说道 在一处山头 韩父和韩母一脸担忧望着那山腰的青年 父亲 母亲 你们安心的在此 孩儿一定会竭力保全自己急着骗天地的 韩宇略入山边 贵福在双亲面前 道 孩儿 告辞了 你放心去吧 韩子风将那贵福的青年搀扶起来 那双刚毅的毛子中终于是有着泪珠滚动 他凝视着面前的青年 许久后才 道 你自己小心些 我和你母亲在此等你归来 恩 韩宇重重地点了点头道 在另外一边 海诗师也是谋路忧伤 这一战后 我便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韩宇将那娇媚的女子搂入怀中叹息了一口气道 我等你 海诗师妹眼眨动 便没有生离死别的最后缠绵 只是这短短的一句三个字 却滴过了千言万语 让得韩宇也是愧疚不已 他一路走来之为更加强大 却让这个女子等候了多少岁月 承受了多少思念带来的苦楚 顶内的韩雪英文训略来 在和韩父韩母告别后 随着韩宇顿出了这片顶中天地 朱灵你确定是紫月发来了传训 顿出炼玉顶 韩宇便再次向着朱灵问道 你都已经问了不下十次了 朱灵摊了摊手掌 说道 我在她是海内肿下了一枚大道神印 不仅可以感知她的气息 她在摆脱了束缚后 也可以与之传讯交流 不 韩宇眸子一眯道 那么说 她现在真的没有事情了 她眉头也是微微舒展了开来 紫月一直是她心头的痛 只要她没事一切皆好 这一次她一定要与之相聚 韩宇哥的 魔族已经动手了吗 韩宇问道 快了 韩宇走出屋子 便是发现了一股棒薄的阴魂之力 在虚空弥漫阴风阵阵似乎有着厉鬼哀嚎 凝聚天地万魂 魔族倒是有些手段 韩宇眉头一皱便向着一处大殿走去 韩宇也是感觉到了不妙一脸凝重 城内大殿 各族长者很快相聚在一起 什么 理得到消息 魔族七天后便将出手 妖帝问道 恩 韩宇说道 既然如此我们也得准备好了 妖帝目光一宁 现在有许多人处于闭关的状态 得让他们尽快做好准备才是 殿的长者也是点头 对于韩宇的话他们确信无疑 在商议一番后 各族修者都处于了备战的状态 七天之后 各族的修者已经是聚集于帝山之内 随时准备要进入纳楚阵眼 进入无极界域附近 韩宇将炼玉顶封印在了一处山坞之中 这次我们先在旁边静观其变 看看魔族的气势如何 若是不妙在进入无极界域之内 将各族的先辈唤醒 与之一起对抗魔族 妖帝向着身后的各族大军说道 众人皆是一脸民众 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可行了 可以动身了 戴得韩宇的话宇落下 妖帝便是开启了帝山之内的一处阵眼 各族的修者陆续顿入里面 稍许之后 众人便被传送到无极界域附近的一片云海之内 身形方才落定各族修者便皆是为之动容 在这片虚空 有着一股邪恶无比的气息波动笼罩着天际 远处阴魂呼啸似乎有着万魔在咆哮 那般骇然的音波震荡开来 要将众人的神魂都给一举正溃了 好恐怖的气势 众人还没有看到魔族的阵容 便已经被那万魔咆哮时所传来的气势给朕的心神战力 各族的长者在此刻 心中皆是知道 凭借他们根本难以抵挡魔族之事 或许无极借狱的封印被迫开一局是大势所趋 妖帝等人都是露出满脸凝重 无极借狱附近的天际阴风震震魔笑震天 射人心魄 远远看去可以发现魔气的中心之初 那里有着一股惊天动地的气息波动扩散开来 使得四方都掀起震震波动 那应该不是魔族的所在了 暗冤老族等人深吸了口气 在那股恐怖的气势压迫之下 感觉犹心无力 整个人似乎在顷刻监牢了几十岁 要不入暮年了 就连刀黄等人也是锐起锦销 他们深知自己的力量在那般气势之下是多么的渺小 已经难以立抗山河 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了 我们要不要去阻止他们 有人说道 先等等 妖帝说道 无极借狱的封印可没有这么容易破除 他们强行冲击肯定会有所损耗 那个时候我们再出手不迟 第1331章无上天魔 妖族人族这片天地间所有的强者都聚集在了无极借狱的外面 他们遥望着远处虚空 一脸凝重 都在等着最后的时刻到来 如今的他们 根本没有和魔族一战的底蕴 那是一座巨大的阵台 在那里有着万魔在祈祷 浩瀚无穷的阴魂之力被牵引而来 凝聚成一个魂眼 在魂眼之下 是一张玄傲无比的似乎蕴含着大道的魔图 这张魔图将那些阴魂之力不断转换凝练 最后与阵台之上的一些纹路不断地融合 一具魔躯 不断凝聚成形 一股浩瀚的伪力在那具魔的身上弥漫开来 惊天动地 嗡 突然 那具魔眼皮一动 魔中射出一道金光 虚空为之一颤 似要就此崩裂 成功了 阵台之下 众魔皆是满脸振奋 呵呵 如今我无上天魔之身凝聚而成 谁能挡我 虚空蠕动 一个百丈高的巨魔 突然出现在阵台之上 那虚空的天魔图停止转动 悬浮在了他的头顶 此人赫然便是天魔 恭喜天魔大人助就无上天魔分身 镇台之下 万魔俯首 贵福道 本尊这具魔身是为魔主大人准备 也是为了我魔族准备 天魔在满意地瞅了一眼身边的分身后 魔光环是四方 道 既然无上魔身已成 诸位便随本尊 催动大阵 破除无极封印吧 明我魔血 化为魔刃 杀上无极 明我魔血 化为魔刃 杀上无极 千名魔族强者皆是高声吟唱 口吐魔血 化为一个法应便是向着前方的阵台呼啸而去 在阵台之外 还有数以十万计的魔将级别魔族修着也是吐出了魔血被引入前方阵台之上 明王 陆天魔王 幽冥鬼母等等都在此刻出手 要为那尊无上天魔分身凝聚成魔刃 现在也该是众魔复出的时候了 天魔魔子一眯 玄机便是吵了身边的那尊分身 这尊无上分身 戏势盖天 高达千米 就好像是一个远古巨人 全身散发着一股恐怖的波动 气息浮动之间也有着毁天灭地之威 这是他以魔文无上写法 明万千魔族修者之力 才牵引了天地之间的魔族残魂 将之融合成这么一尊分身 这尊分身是以天魔的魔胎为本体才凝聚而成 这经过了漫长的岁月 他魔化了何止数百年 如今魔城 天魔信心倍增 发神念一动 那尊分身魔中射出一道魔盲大手一动 有着魔之傲一名漫胎来 他发觉引动 那些向着镇台之上呼啸而来的魔族血印被魔纹凝聚 一柄魔刃的雏形慢慢演化而出 上面还有着一道道魔纹片布 在人群之内 紫月也是喷出了一口精血 凝聚成一个血印向着那天魔分身呼啸而去 万魔皆动 所有人都沉浸在这无上天魔之身凝聚成功的喜悦之内 没有人想到 紫月并非魔族 那尊无上天魔分身也是没有想到 他发觉引动 便是将那的血印一举凝聚在万千魔血之内 翁 去空一颤 一柄长达百丈的魔刀便是出现在了天魔手心 以万魔之精血凝聚成的魔刃 古往今年来也是少见 便是大地在此又如何 天魔分身手持魔刃发出一阵猙獰的笑容 他手掌魔纹一动 便是与这柄魔刃相连 一道道魔纹接连 便似那血脉相接顿时有了一股血肉相连的感觉 手持如此魔刃 谁人可与之匹敌 不过 在这尊无上天魔分身与魔刃融合的时候 有着一个唯不可查的血纹也是没入了他的魔血之内 动身破阵 天魔本尊大喝一声 向着万魔喝道 破阵 破阵 万魔咆哮音波震天 天魔手掌浮动 他那尊无上天魔分身便是手持着魔刃 向着前方的一片天际顿飞而去 羞羞 在天魔身后 十来名魔尊 及数十名魔王紧随而去 在这些魔王魔尊身后 则是数以十万计的魔帅 魔将及魔士了 魔族大军号浩荡荡 很快便是在前方一片 弥漫着朦胧之气的所在给停滞了下来 这里赫然便是无极介域的边缘之处了 若仔细看去 可以发现那片猛然之地有着裂纹浮现 一道道玄奥的纹路在试图将之补给出来 却被里面一股魔器所侵蚀使之不得不继续以正法之力补给 魔器和正法之力在不断地纠缠着 那魔器似乎逊色一筹 最终也是没有能将突破封印 将那裂纹彻底崩裂 呵呵 如今我凝聚了无上天魔之身 里应外合之下 我看你如何抵挡下来 天魔冷恒一声 他身边那尊千米之高 好像巨山一般的分身便是一掌踏出 震荡虚空 旋即手中魔刀当空便是一举斩下 嗡 魔刀落下 虚空崩裂 天地都在这一刀之下变色 那片被朦胧光滑所笼罩的无极界域 朦胧消散 浮现出一片宛若镜子一般的光幕静致 上面有着无数蕴含着大道波动的纹路流转 只是这些纹路 如今在此刀之下也是猛然一颤 这尊巨魔浩墙 原楚 各族的修者都是远远地看到了 有着一道惊天刀芒落下 最后斩在那光幕之上 砰 刀芒落下 光幕直接是凹陷下去 纹路崩裂 却又迅速有着一股封印之力补给起来 喉 在无极界域里面似乎有着魔龙咆哮连忙 向着那楚列文所在攻击而去 刷 天魔无上分身也是一刀斩下 列文在此崩裂 长度比起之前要大了百倍之多难以补给 轰轰 静至之上有着无数攻击迸发而出 如红涛一般要将那天魔分身湮灭 出手 这时 天魔本尊大和一生 天魔图便是呼啸而出向着那些攻击抵挡而去 紫月呼啸一生 整个人化为一个吞噬气旋 似乎可以吞噬天地万物将那大半的静置之力 都是一举吞入里面 在这些静置攻击之内 有着一些大道奥义使得它在不断升华 它这吞噬肢体可以将万物吞噬为己用 感悟里面一切奥义 翁 身后数以十万计的魔族强者也是同时出手 向着些静置轰击轰击而去 有着紫月出手 大半静置之力已经被抵挡下来 再加上天魔本尊及万千魔族强者出手 静置之力根本是难以再对那尊天魔无上分身构成什么威胁 数千载过去 这封印之力也是被岁月蚕食威力奏降 天魔的那尊无上分身不为所动 依旧是手持长刀向着那楚列文之楚斩下 望着魔族如此气势 妖族及人族的修者脸色皆是大害 那无上天魔的分身就好像一尊上古魔神 不可匹敌 如此气势比起当初的天魔不知要强悍多少倍 没有想到他们凝聚出了如此一尊魔身 谭语也是心头一颤 那尊魔身气势滔天 连他都感到心悸 那是凝聚了万魔之力 拥有着无上魔力 非常人可撼动 这封印要被他们破除了 朱灵悠悠地说道 要被破除了 谭语眉头一皱 这可是当年玄天大地及妖地那些远古强者部下的封印 岂会如此轻易被击破 那里有着一处裂纹 当初我便是从那里出来 朱灵说道 不 谭语心头一沉 以前朱灵有所提及只是他想到此地也是诸多大能不下 岂是一般人可破除 现在情况极为不妙啊 妖地等人涌现感应而去 一脸凝重 如今的情况比他们预想的还要糟糕 那魔族便没有浩劫多大的气力 对付那封印之力 他们也没有可乘之机 不用担心 现在一切还早了 朱灵却是一脸淡然 说道 见到朱灵这悠哉的模样含语一争 却也只得选择相信了后者 魔族不断地对那封印之力出手 天魔分身气息略有减弱 不过却便没有损耗太多精元 反而是那紫月 吞噬气旋在疯狂的凝炼融合着静止之上散发出来的奥义纹路 他的气势不断提升 整个人周身气旋虚浮 似要融于天地之间 给人一种飘渺之感 他身上紫光灿灿 似有霞光洒下 远远看去 就像是一尊神女在催动着无上神术 抵挡着那浩瀚磅薄的静止之力 在最后 那静止之力几乎要被他一个人给抵挡了下来 他的气势在接近着天魔的本尊 这丫头 不愧为吞噬之体 如今大成之后 再凝炼吞噬这些奥义实力又是有所增进 魔族的修者皆是为之动容 对那的紫月女子也是心存着忌惮之心 这无极封印是牵引了无极之地的浩瀚之力凝聚而成 里面的纹路都蕴含着大道的气息 对于一般人来说是难以抵挡的攻击 可对于拥有着吞噬之体的紫月来说却是一场机缘 给本尊破 无上魔神脚踏虚空向着前方紧逼而去 他大刀猛然斩下似那魔神 要开天辟地 却见得他长刀落下 虚空崩裂 最后刀盲落在那一极是裂纹片部的静止纹路之上 哼 刀光落下 那纹路只是略为抵挡 便是就此崩裂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口中连接了另外一处天地 呵呵 如今无极界欲破除 天上陛下 谁还能挡我 天魔分身冷恒一生 便是向着那的裂缝走去 他身如擎天巨柱 绽放着浩瀚的魔气以无上魔力阻止着静止之文继续愈合 天魔本尊打出他的天魔图也是阻止裂缝愈合 我魔祖子弟速速进入里面 随着天魔一声大喝 那些魔族强者就好像是蝗虫一般向着无极界欲蜂涌没入 进入了那片被封尘已久的神秘之地 在那里 有着他们的魔主 第1332章 无极之地 无极界欲周边数以十万计的魔族大军好像有个魔气洪流疯狂地涌入那无极界欲之内 最后天魔本尊也是进入了里面 紫月吞噬气旋 消散化为一个阿摩多姿的紫衣女子进入了无极界欲之内 广力向着妖族的几位长者沉声道 是 众人点头 将各自族内的圣器给取了出来 原封以帝皇剑为影 妖族五大圣器呼啸而出化为一个阵盘悬浮在虚空 上面圣兽盘踞 锐踩垂落而下 四仙兽降临尘势 绽放出万道霞光将天地渲染的绚丽多彩 帝皇剑呼啸而出 突然坐落在那五大圣器组合成的阵盘之上 一道惊天光注冲天而起 似乎要沟通天地 连接了前方的无极界欲 使之后者纹路流转化为了一个漩涡 这是连接无极界欲的通道 进去吧 要递大手一扶 向着各族修者道 各族长者一脸刚毅 谋光火热宛若那赴死的战士 脚踏虚空便是没入那个弃玄之内 谭语吉久言也是踏入了里面 血欲玄欲妖欲吉欲外的强者 都相视一眼踏入了里面 似那赴死的战士有着战歌响起 震荡天地 无极界欲便非一个真正的界欲 却浩瀚无垠似乎那无极之地 看不到世界的边缘 进入里面便是感觉到了 一股浩瀚的紧致之力 压迫的众人呼吸都有些困难了起来 这便是无极之地吗 各族长者扫十四方 谋中露出几分迷茫之色 这片天地 有着无穷尽的雾气缭绕 进入里面就好像是 进入了混沌之地 感觉虚无缥缈 这里有大道的波动 众人略为感慨 很快便是发现了 那些雾气之中 似乎蕴含着 谋中玄傲无比的波动 那种波动似可沟通天地 却似本就是天地的一部分 玄之又玄让人充满了迷恋 这便是无极之地了 妖地谋光扫视四方道 现在我们准备办 有人问道 先找到远古帝皇镇压 异魔的所在之地 妖地说道 相信那些异魔也是要去那里吧 天魔来词肯定是要将魔主解救出来 所以他们可不能有所耽搁 原封 你以帝皇剑 感应远古妖地所在 妖地开口道 不等妖地的话语落下 原封已经是催动帝皇剑 开始感应着远古那些帝皇的所在 妖族的那几位修者 也催动着圣气感应着他们的皇者所在 帝皇剑绽放出磅礴的帝皇之威 上面纹路流转感应着天地 发出一阵鸣唱之声 很快在原处一片雾气之中 便有着同样的音波响起 我族妖地在那里 原封说道 全天大地也在那里 谈与凭借玄天殿感应发现 玄天大地的气息波动 竟然和妖帝在一处地方 几大圣受妖族也感应到了他们的先辈 所在地狱和妖帝距离不远 走 原封没有一丝迟疑和寒语相视一眼 便向着那处地狱顿去 妖帝及各族的长者皆是紧随而去 无疾之地 一处云雾之中 有着一道道阵法静置 似乎要隔绝天地 阻止旁人前进 在那些静置的后方 有着几个巨大的光阵 光阵之上符纹片部蕴含着恐怖的气息 似牵引着天地之势 里面雾气朦胧 常人根本难以发现里面的真实情况 轰 突然 一处静置之外模影闪烁 一股狂暴的力量 骇浪一般冲击而来 直接是将那静置阵法崩溃 被湮灭着那魔气的长河之中 许久之后 一道道模样猙獰 气势汹汹的身影 便是出现在了这片天地 无上天魔手持谋刃 魔光如巨蛇人心魄 汹涌气势弥漫开来 好像一尊远古巨神奥力 在这片苍穹之下 给人一种不给撼动的感觉 这些远古强者留下的阵法 在他手中竟然是一级变溃 那阵法攻击之力 根本无法和无极封印的 静置之力堪比 天魔本尊便站立在旁边 那眺望远处 魔路碧蜜之色 脸上竟是洋溢的胜利的笑容 天魔大人 前方封印众多 不知魔主被封印在何处 凌王恭敬地向着天魔说道 在天魔身边 众魔尊也是雄啾啾气昂昂 魔光转动时充满了一股豪气 似乎他们马上就要主宰天地 迎接一个新的纪元 有着难以压抑下来的亢奋 在血液之中翻滚着 只要将被封印着的魔族解救出来 何愁他们不能够君临天下 寻找魔主 何须一个个去查看 天魔冷笑 随后发觉引动 身上出现了一枚魔牌 这是当年魔主赐给本尊的腰牌 上面有着魔主一丝意识残留可评此寻的魔主 那其他的天魔大尊了 一个魔尊说道 前方天际浩瀚无影 不仅有着魔主被封印困在此间 还有着一些魔族大尊也被封印在此 至于一些魔尊 多数都已经陨落 也只有一些堪比天魔的存在才侥幸为死被封印了下来 魔主一出 谁与争锋 天魔横了旁边那尊一魔一眼道 那些天魔大尊自然也可以的解 是 众魔战利 不敢多说 尊敬的主 为我等指引名录 皆引你降临红尘吧 天魔一脸 肃然法觉引动 那枚残留着魔主义是法牌悬浮在空 有着一道道纹路绽放开来 一股古老为浩瀚的魔力 似乎穿透了空间充斥着这片虚空 魔纹蠕动 一个伟岸的身躯在不断凝聚 那股浩瀚的魔力 邪恶无比 方亦出现 整片无极之地都为之济洞 有着古老的气息波动扩散开来 似乎那些远古强者被惊动 那滔天魔气宁漫开来使得天地为之变色 这股魔气 似那万魔之源头 蕴含着无上伟力 魔主大人 众魔魔光火热 凝望着虚空 皆是忍不住贵福在地 好强的波动 在远处 寒瑜等人身形一致 眉头皆是一皱向着一处天际瞅去 带得瞧得那股滔天魔气后 顿觉不妙 他们在那边 似乎要准备动手了 必须阻止他们 寒瑜等人飞速顿飞 向着那片地狱而去 而召唤出远古诸位皇者方形 一些强者心惊肉跳 那股浩瀚的魔力让他们感到心慌 似乎有着魔神要降临 若再加上那尊无上天魔 谁能与之争锋 掏天魔气在虚空流转魔主的身形 终于是凝聚而成 这是一个模样英伪的男子 他面若刀削 邪眉入病 一双深邃的眼瞳魔气流转 给人一种浩瀚无穷的感觉 他身高丈二 在他的身上没有一丝魔纹 及魔族的特征 连那些翻滚的魔气也不曾入身 可他灵力在空 却给人一种无上尊主的气势 他便肆意尊魔神 可掌控重魔 拜见魔主大人 天魔俘身向着那个中年男子贵福而下道 拜见魔主大人 所以一魔皆是俯首相拜 滚滚音波如江河之水 一波一波动震荡开来 势不可挡 我的臣子 魔主魔光略显迷茫扫十四方 露出这一只色 他只是一丝意念凝聚成形 便非魔魂之内的存在 难以和本尊取得一些联系 所以对此间状态便不是了解 禀魔主大人 这里是无极之地 天魔身如巨山 贵福在魔主面前与其恭敬 不知为何 给人一种渺小之感 他魔光瞅向虚空的魔 道 当年各族帝皇 将主上引入此地布下阵法 将你们封困 如今属下 费尽气力破除了这处封印 便是为救主上归来 统帅我族 无极之地 魔主那迷茫的魔光变得凌厉了起来 他法觉引动 虚空一抓 空间扭曲四溺乱了阴阳 有着点点光斑向着他眉心会急而去 他眯紫一眯 陷入沉淫 原来如此 稍许后 魔主眸子睁开 似乎洞悉了一切 他目光灵力瞅向天魔道 哥天婿 不愧为本座一星栽培的臂膀 本座蒙难你还知道来此解救 好 很好 带得本座正的大道 定然少不了你的好处 为我主效力 天婿则无狂待 不敢邀功 天魔道 这是我以万魔之魂 凝聚的无上魔身 带得魔主脱身 可以此补给耗去的魔力 力压各族大帝 无上魔身 魔主眼睛一亮瞅向了天魔身边那尊分身 道 好 不愧为歌天婿 由此魔身在一切皆成定局 各族大帝在此镇压他数千载浩劫了晶圆 他的真身一出 弱的此魔身补给必可恢复实力 此消彼长之下 各族大帝如何与之争锋 我主公高盖世 定可正的大道 众魔府是高呼阴波震天 好 众魔皆在 那么便谁本座开辟魔族盛世吧 魔主豪气冲天扫食西方 他最后转身看向了前方那片虚空 嘴角有着一抹近乎猙獰的笑容浮现而出 前方有着诸多光阵 散发着惊天波动 阵纹流转牵引了天地之势 有着风雷轻覆而下 似有毁天灭壁之威 常人不可越雷池半步 魔主眸光一动很快便是锁定了前方身处的一个大阵 全天 会员 你们浩劫气力将本座封印 如今数千载过去 你们晶圆浩劫 本座子名气是依旧 还有一尊无上分身在此 看你如何挡我 魔主冷笑 便是踏空而去 魔族大军紧随而去 立一千三百三十三章帝皇后守 无上魔身紧随着魔主的那道意念之身顿去 他手持大刀破除一切阻碍势不可挡 待得魔主在前方的大阵之上停滞下来后 那浩浩荡荡的魔族大军也就此停下了身形 前方大阵 光纹闪烁 庞大无比 似看不到边缘 牵引着天地之势 似乎连接了苍穹 气势滔天 在阵法的后方是一片浩瀚的无极之地 那里如幽看不到镜头 魔主的谋中却有着金光闪烁 那里赫然是无极之地的中心之地 那里蕴含着大道 他的本尊会被封印在此不仅是玄天极徽元两位大帝联合出手 更多的原因是这两位大帝牵引了后方无极的大道力量 在这处大阵的八方 还有着八尊天魔被封印及异仙魔尊 翁翁 阵法之内的存在似有所感应 前方那光纹大阵发出一阵翁鸿鸣之声 如今里应外合 看你如何镇压本座 魔主冷是前方的大阵 那里买镇压的正是他的本尊 哥天许 全力破阵 不消片刻 本座便可破阵而出他们镇压不了本座的 是 天魔映成道 魔主魔光一凝身形突然虚幻了起来 周身有着滔天魔力凝聚化 为了一道魔刃便是向着前方那的庞大的光幕斩去 魔刃落下 虚空崩裂激起了万道绚丽的光彩 好像是浪花一般迸发开来燃满虚空 魔刃落下 大阵蠕动 一个个光纹化成繁复的阵法静置化解着那魔刃之力 同时有着一道道攻击 好像是光网一般倾覆而下 笼罩了天地 那般气势压迫的后方的一魔都是难以呼吸 大地之威果然名不虚传 连他们布下的阵法都有如此威势 众多魔尊心中一颤 也只有如魔主那般人物才可以与这些大地一争高下了吧 不过 天魔却依旧气势磅驳 如山月傲立在虚空 双目凝视着前方天塌不惊 在他身边的无上魔伸手持长刀 刀纹流转 透发着一股浩瀚的力量随时准备出手 哼 魔刃落下 终究是没有将前方大阵的禁制破空 却是在那大阵之上掀起了惊天波动 这只是魔主的一丝意念凝聚的分身 便不具备逆天的战力 只是图具歧视罢了 他这一级是要将里面被镇压的本尊唤醒好和外面的魔族大军里应外何将禁制破除 吼 果然 没有多久在那大阵里面便是传来了一道阵天怒吼之声 似一尊沉睡了万年的远古巨魔突然苏醒 天地与之战动 大阵也是发出阵阵嗡名之声一阵惊天波动 弥漫开来 如骇浪一般将那些魔族大军都是先飞了千丈之外露出满脸骇然 魔主终于是苏醒了 呵呵 魔主苏醒 看谁能抵挡我魔族之事 天魔也是被那股浩瀚的阵法波动给震退了千米之远方才停下了身形 若非那大量的波动被那尊无上分身给抵挡了下来 只怕难以如此轻松 他目视前方仰天狂笑 充满了激动之色 大阵战动 将向此盾飞而来的妖族人族修者都是震得退出了千米之外 他们视线转动 便是发现了不远处 那仰天狂笑的天魔及他身后的十数万魔族大军 这应该是镇压着魔主的大阵了 妖帝灰城瞅了一眼前方的大阵 说道 这里面有着妖帝灰圆和玄天大地的气息波动 这魔主倒是盖使滔天 竟然要两尊大地联手才将之镇压 谭语露出满脸凝重 大阵之内 魔效镇天 那般气势将一些阴阳镜的修者直接是压迫的身形站立了起来 这将是一个极其难缠的存在啊 阻止他们 妖帝眸光阴宁 便是向着身边的长者说道 以圣气牵引各族皇者之事 袁峰等人文言 里面催动圣气 化为一个阵法 翁 阵法之内圣受盘踞舞动 帝皇剑牵引天地要沟通前方的各个大阵 虚空突然为之一颤 洒下万道霞光 一股浩瀚磅磅的力量便是汇集在那个圣受阵盘之上 帝皇剑翁鸣战动 不断凝聚着那来自各个阵法的力量牵引着天地之势 呼 突然 在那些阵法之内 有着一件剑圣气浮现而出 这些圣气有着和帝皇剑如出一车的长剑 还有着和青龙权杖一样的圣气 赫然便是子母圣气之中的母气 呼呼 母气之内末地有着一道道光柱冲天而去 直接是穿透那些绽放出来的霞光与那阵盘之上的一件剑圣气牵连在了一起 而后一件剑紫气气势暴涨 化为圣受呼啸而出 坐落在天地五方 形成了一个大阵 与那些镇压着一摩的大阵气息相连 帝皇剑的母剑则是从镇压着某主的大阵之内呼啸而出 与那子剑融合在一起 一股浩瀚无穷的帝皇之威 席卷天际 那般气势似可斩杀先神 锐不可当 这方是真正完整的帝皇剑 圆风手持帝皇剑整的人气势滔天 似乎那远古帝皇可支撑天地 君临天下俯视山河 吃空之中 圣受盘旋咆哮 就好像是一个桥梁将那些镇压着古魔的镇法之士 给牵引了过来 使之融合在了一起 化为了滔天大阵 将所有的人都封在里面 魔族 人族及妖族的修者在此刻都被镇法困住 这片天地骚然变色惊动了所有人魔 好强大的气势 好玄妙的镇法 这才是真正的镇中之镇 包罗天地大道奥义啊 这就是那些皇着留下的后招吧 有如此大镇在 必可诛杀这些魔虐 各族的修者皆是被这突然发现的大镇给镇了镇 一个个高呼起来 心中热血沸腾信心暴涨 不再如先前那般茫然无力了 这些前辈果然高张远主 望着突然出现的镇法刀黄等人都是不由深深吸了口气 感叹着远古强者的通天手段 如此神通 他们简直便是望尘莫及啊 杀 斩尽这些魔虐 将他们彻底歼灭 各族的修者战役领然高声呼道 杀 原封手持帝皇剑 宛若一尊君王气势盖天 他脚掌一动便是踏空而去 一剑斩裂了虚空 向着远处的魔族修者杀去 要阻止那些异魔出手 轰击镇压着魔主的大阵 妖族的突然出手 催动了圣气调运了各个阵法之力 将天魔也是震了一阵露出满脸诧异 这些圣气 不是只有着开启无极戒狱之力吗 怎么还可以化成如此阵法 沟通各个封印大阵之力 如今万魔都被封困在这个大阵之手 天魔及众多魔尊神色奏变隐约 觉得这或许便是那些远古帝皇 所留下的后手 他们肯定是想趁此将魔族 给一举歼灭涌绝后患 哼 就算留有后手又如何 难道你们这些老鬼 以为凭此便可应付我等吗 天魔冷恒一声道 宁万魔大阵 动手 呼 身后的珠魔顿时结成大阵 浩瀚的魔器 好像是一条魔盒悬浮 在他们的头顶最后化为 一条猙獰的魔龙 仰天咆哮 露出一张猙獰魔口 忧伸如魔玉气势滔天 要吞噬万物 这些镇压皆镇压着我天魔 难以发现真正的有效攻击 本尊便可你们如何应付 天魔怒视四方 一掌踏出 便是向着那道灵力的剑光走去 天魔吞天 天魔法觉引动 天魔图呼啸而出 一个魔纹转动宛若一片魔玉 向着原封那道剑光吞噬而去 嗡 剑光被吞入魔玉 四河大海淹没难以出身 这天魔本尊竟有人如此气势吗 原封一争 手中帝皇剑一动流转着浩瀚之力 猛然一阵 给我破 嗡 帝威弥漫将那的魔纹一举崩裂 哼 帝皇剑也不过如此 天魔冷笑 法觉引动 天魔图不断旋转一个个魔纹演化一片魔玉 宛若一个个天地向着原封镇压而下 将那帝威都给抵挡了下来 这天魔本尊可是仅次于魔主的存在 他这天魔图此番也是凝练了万魔英魂之力 得到了极大的蜕变 就差点要参悟大道演化一个世界 他的实力已经无限接近魔主了 原封得到了完整的帝皇皇竭力出手 还牵引了阵法之力也是难以将那天魔图抵挡下来 处于节节溃退的地步 帝皇剑再强 可原封对大道的感悟还差了一分 始终难以与之匹敌 我来助你 谭语催动着阴阳神徒 阴阳流转演出天地奥义 向着那天魔图轰击而去 如今他踏入了涅槃之境 对于天地之道感悟甚深 这一出手便完全展示出了 踏入涅槃之境后的优势 那神徒流转之时 似有着一个个世界镇压而下 小子不过越许不见 你便有此气势 倒是难得 可惜 而等能抵挡本尊又如何 天魔冷笑 他虽然对韩宇的战力提升感到惊诧 不过却依旧便不认为他们可以扭转局势 因为他还有着一尊实力完全不炫色 于自己的无上天魔分身 魔主 属下来也 便在天魔冷笑之时 他那尊无上分身已经是向前踏去 手握长刀 便是斩裂虚空 携带着万魔之力向着那镇压 找魔主的那个阵法攻击而去 翁 虚空崩裂 便连那盛气牵引而出的阵法皆是为之一颤 天魔一刀势不可挡斩裂了万道光纹 崩溃了浩瀚的渔泊 最后落在了那阵法之上 那股悔天之力使得大阵一颤 似要崩裂 拳天 辉元 你们两个老鬼妄想想镇压本座 如今我族儿郎来此园就看你在如何镇压于我 这时那大阵之内 传出了魔主的狂笑之声 在里面有着一股浩瀚的波动迸发而出 冲击着大阵 他想要趁此脱离大阵的镇压重见天日 第1334章紫月出手 天魔本尊在对付元风及寒雨 他的那尊无上魔身则是在配合着里面的魔主要助他从封印之中解脱 重见天日 与此同时 那数以十万计的魔族大军也是发出猛烈攻击 向着妖族及人族的修者发去猛烈的攻击 将两族修者的攻势给抵挡了下来 妖族及人族有着妖帝九炎这等强者 却终究是难以抵挡魔族那浩瀚的魔族大军 不过 双方也算是僵持了下来 唯有那名无上天魔分身无人可以抵挡依旧在攻击着阵法 配合着魔主要将那大阵破除 眼见着魔主在笑声越发张狂气势越善人族及妖族的修者便是心情民众 终究还是少了一名可以支撑天地的强者啊 呵呵 不久之后我主便可出来 看你们如何抵挡 天魔纵生大笑催动竭力催动着天魔徒镇压着寒语及原封 不让他们有着一丝出手去抵挡那无上天魔的机会 妖族及人族的其他修者也没有那的能力与无上天魔一战 妖帝是这出手确实被那无上天魔大手一服给震飞了万米之外 口吐鲜血 气势锐减 各族长者皆是一脸亥然 心有欺欺 难道终究还是难以阻止他们吗 各族长者满脸稀苦 那些盛气虽然牵引了大阵之力 将魔族风困奈何他们却没有斩魔之力 辜负了那些前辈的美意和期望啊 全天 辉元 呵呵 你们镇压不了本座了 大阵之内魔主豪气冲天掀起气恐怖的力量 要冲击那封印 整个虚空都是为之一颤 附近的修者连连后退受到了波及 哥说啊 你别莫要痴心妄想了 我借的东西岂是你可染指的 阵法之内终于是传来玄天大地的声音 依稀可以看见 那阵法之内光影闪烁有着一个巨大的手印镇压而下 理这魔孽 你我道不相同 你注定不会得逞的 一道充满了威严的声音也是在阵法之内响起 将那魔主那滔天气焰终于是压制了下去 同时外面的吴上天魔也是被一股浩瀚的阵法之力震退百丈 不过却便没有给他造成多少伤势 负于顽抗 本尊看你们还能坚持多久 吴上天魔分身冷恒一声 向前踏出 手中魔刀纹路流转一股邪恶之力被他催发到了极限 可怕的波动弥漫开来 虚空战动 便是那圣兽牵引出来的阵法也是掀起阵阵连一 似要崩裂开来 如此轻力一级 天地激动 便连远处的寒语等人都是心神一颤 这一级气势比天魔本尊还要恐怖 只怕已经可和玄天大地那等人物争锋 如此一级再配合着魔主之力 这阵法还能将之镇压吗 妖族及人族的修者呼吸都在此刻骤然停止 他们双眸凝视着那片虚空时间似乎已然凝固 心跳之声诡异的清晰可见 便连魔族的修者都为之屏住 呼吸似乎知道最关键的时刻即将到来 只是众人却没有发现 在魔族大军之内 纳得被一个吞噬气旋所包裹着的紫衣女子 此刻却是掐动了法觉 嘴角蠕动 低声吟唱 似乎在催动着什么秘术 东 便在天魔要一刀斩下时 他那前进的魔驱突然一颤 顿了在原地 那双魔童之内 有着一道诧异的光芒掠过 他瞅向自己的魔驱 呢喃自语 这是怎么回事 却见得无上天魔的分身之上 那些流转的魔纹突然化成了一个气旋 在吞噬着他体内的魔力 凝练着那万魔之力 他的气势几乎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着 天地不再因为他身上的可怕波动而战斗 就连那封印着魔主的阵法也是恢复了几分平静 这是吞噬之力 无上天魔分身魔路惊慌之色 突然偏过头向着魔族大军所在看去 凌厉的魔光洞穿了一切 看到了那个紫衣女子正在掐动着法爵 嘴角浮现出一魔鬼笑 一切似乎皆已明了 魔族人族及妖族的修者却是满脸诧异 这是怎么回事 谈与吉原风也是疑惑不解 不知那无上天魔分身怎么会突然停下攻势 那气势似乎还在减弱 这是那丫头在她体内烙印了一道本源吞噬之力 在吞噬着这尊魔身的万千魂力 朱灵说道 这分身本是魔魂凝聚而成 若是万千魔魂之力被吞噬也就分崩瓦解了 紫月 谈与心中一动 热血沸腾 她果然摆脱了束缚了吗 那是自然 朱灵傲然道 她本就有着吞噬之力 大成之后可吞噬万物 那幽明鬼母岂能真正地束缚她 她只是在一直忍辱负重 要在最后时刻出手罢了 道是为难她了 谈与心中一动 满心感慨没有想到这女子也有如此大意 臭丫头 原来是你搞的鬼 天魔本尊大怒 大手一挥 一只巨大魔爪便是向着那吞噬气旋之内的紫月撕裂而去 此刻 各族的修者方才猜得了什么 摩涅 修得畅狂 谈与法觉引动 悬天殿呼啸而出 化为一只千丈巨殿向着那魔爪撞击而去 紫月却是向着那青年一笑 一个气旋长龙呼啸而出 毫不退避地向着那魔爪一击而去 轰 巨殿战动被一爪击溃 随后又将那吞噬气旋击溃 一举探入了那吞噬气旋之内 呼呼 气旋之内 巨风呼啸 不断地吞噬着那角洞入内的魔爪所蕴含的能量波动使之气势锐解 只是这天魔气势太甚 紫月终究是难以立抗 身前气旋溃散被一级震飞万米 紫月 谈雨眸光星红 阴阳神徒气势暴涨 席卷天际一把便是将那紫衣女子卷入里面 她大手一览一抹熟悉的清香入怀 一张精致无比的绝世容颜映入眼帘 一别数年 娇人依旧容颜未改 却更多了几分出尘的气质 那嘴角之间挂着的淡淡笑容 让人心碎 我没有事 紫月轻语 露出满脸幸福之色时隔多年 她历经曲折 此刻终于是和这个青年相聚了 李在那天魔分身上动了手脚 谈雨道 紫月虽受到一击 嘴角有着血迹一出 不过好在玄天殿已经削弱了天魔的气势 再加上吞噬气旋之力使之气势锐减 所以她便没有受到致命之伤 我烙印下了一道吞噬本源 如今已经催动 可以将她那些魔魂之力尽数吞噬 紫月站起身子 落了额前的法司一笑 倾国倾城 风情万种 让人迷恋 不 谈雨听后 不有丑相那吴上天魔分身 本源吞噬之力 果然你天 你这小丫头 竟有如此心机要回我这尊 分身倒是小去了你 那尊吴上天魔分身 谋似有火焰喷出 她催动了吴上秘书想要将那吞噬烙印抹除 却是发现这吞噬烙印已经成为了她魔区之内的一部分根本无法抹去 这魔君之中各大魔尊脸色奏变 那幽名鬼母更是脸色苍白没有料到会有如此结果 这一年多来 她发现紫月的修为似乎提升很高 却便没有发现有着要反噬的迹象 加上她自己也是进入了魔尊那般境界 心中的警惕也就少了几分 哪里会料到 那得没有一丝异常的少女 有如此此机一直在隐忍要对付他们魔族 哼 莫以为你施展了些手段便可阻止我主付出 那你也未免太天真了吧 吴上天魔分身谋光猙獰 突然仰天长笑 一双魔童充满了疯狂之色 她脚掌震天 向着前方阵法踏去 魔区之上 万魔之力在燃烧 万魂之拗吼呼啸她在燃烧找魔区的本源 一股笔之先前还恐怖的气息波动 突然从那尊无上魔身的体内肆虐开来 虚空为之崩裂 这 人族及妖族的修者还没有从那兴奋之中清醒过来 脸色便是突然僵硬 露出满脸骇然之色 这无上天魔分身是打算 玉石剧粉也要将那封印击溃啊 魔主大人 属下来了 无上天魔分身魔区 好像是烈焰一般熊熊燃烧了起来 她所过之处虚空崩裂 那般气势 连阵法之内的玄天大帝及远古妖帝都是为之心计 好 歌书天 你不愧为本座的左膀右臂 阵法之内再次传来魔主的声音 她声音刚毅 冷冷道 玄天 辉元 你们便准备认输吧 话语落下阵法里面再次掀起了滔天魔力 轰 与此同时 一声震天巨响猛然响彻天际 一股浩瀚无比的气息波动便是以那无上天魔分身为中心化为一圈圈连一波动肆虐开来 所过之处 虚空崩裂似要湮灭一切 各族的修者满脸骇然 早已惊爆略而出 谭与吉元风也是急速后退 一个堪比玄天大帝的人物自曝 那等力量绝非常人可挡 纵使众人退避 吉时依旧是有着不少人被一股浩瀚之力波及就此被湮灭于长河之中 当中包括那些魔族修者 他们距离最近 很快便波及到了 根本来不及退避 扑 众多人族及妖族的强者纵使距离很远也是被波及不少人口吐鲜血脸色一片煞白 眸光瞅向那片已然崩碎的虚空 惊魂未定 露出满脸呆滞之色 如此绝世之力 神人可挡 如此绝世强者自曝 当真是惊天动地 谭与吉元风随脚也是有着血液一出受到了波及 紫月身形一颤 口吐鲜血 脸色一脸煞白焦绒失色 他的那道已吞噬本源烙印下来的法应被引爆牵引到了他的心神 使之伤势不清 好在他们距离爆炸之处较远便没有受到过多的波及 不然只怕绝非如此轻松了 翁 在如此冲击力下 远处的阵法首当其冲 绽放出绚丽的阵法光纹在抵挡片刻后 终于是发出一声温响 阵文开始崩裂有着要溃散的迹象 而在大阵之内魔主气势也是越发强悍 悬天极徽元两位大地部下的阵法 已然是难以将之继续镇压下去了 第1335章魔主出世 这无上天魔不仅凝聚了无数古魔之魂 还凝聚了万魔之精血方才孕育而出这么一尊天魔 气势之甚比起天魔歌书天还要强悍 如今这无上天魔分身自爆 那等威力便连大地也是不敢小觑 各族修者都是为之变色 嗡 爆炸的中心一波波于坡不断地向着 那已经布满了裂纹的阵纹冲击而去 终于 带着一声温响传出 那阵纹终于是就此崩裂 露出了一个莫大的古老阵台 那阵台是由浩瀚之力凝聚而成 如今可以发现下方有着魔气涌现一道到裂纹崩裂而出 轰 于坡击溃阵法 最后好像是洪流一般向着那的古老的阵台轰击而去将之彻底淹没 阵台猛然一颤 有着纹路问乱似受到了重创 呵呵 玄天 辉元 你们两个老鬼 给本座滚吧 阵台之内 所镇压的魔主突然仰天咆哮 他气势带天 手持一轮魔天轮 撕裂虚空 一股浩瀚之力直接是将那镇压在他身上的阵法之力尽数击溃 向着那玄天及辉元两位大帝杀去 阵台之内 如一个小空间 玄天及辉元两位大帝也身在当中几乎与阵法要融合一体 如今阵台里外受到攻击让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面对魔主一人 他们镇压已经是勉强 如何还能分出力道去抵挡那无上天魔自暴时所带来的狂暴之力 全天大帝及妖帝辉元两人竭力出手 分别向着魔主及那浩瀚的自暴之力抵挡而去 轰 堪彼可毁天灭地的力量夹击而来 那镇台战动 在抵挡片刻之后便是就此崩裂了开来 镇台开了 元楚 妖族及仁族的修着眸子欲裂 皆是露出满脸绝望的神色 两位大帝都难以将之镇压 魔主若出 谁可与之争锋 只怕这片天地再也难有安宁之日了 终于还是出来了么 谭与吉元风等人眉头皆是紧紧一皱 如今魔主出来 谁人可打 全天大帝 远古妖帝 众人皆是将眸光紧紧地盯着那楚崩裂开来的镇台 屏住呼吸 时间都似乎为之静止了起来 吼 在镇台之内一声震天聚吼响彻开来 似那天道之间直伏的凶兽在咆哮要毁天灭地 东东 音波震荡新神 众人皆是连退千米 一道音波将许多的阴阳静神藏静修者都震得口吐鲜血神魂要溃散 惊骇之下众人退到了遥远之地 不敢在此停留 魔主这等存在 胸微盖世绝非寻常人扶其锋芒 给本作祟 魔主大喝一声 镇台崩裂 滔天魔旗便是喷涌而出席卷了天际 呼呼 两道身影也是从那镇台之内暴退而出 这两人一个人身形伟安如君王灵世 另外一个人气势盖天 似乎那帝皇府是天帝 这二人赫然便是玄天大帝及远古妖帝辉元了 全天大帝 妖帝 他们果然没有死 各族修者谋路惊诧 这两人气势滔天牵引着天帝大道的气势 宛若天帝间的支柱 暴力于空 不可撼动 那气势绝非一道神魂可演化而出 这是真身 全天大帝 元古妖帝 谭与吉元风皆是眸子一眯 您是前方对于那两位充满了敬畏之色 还没有死吗 元楚 天魔歌书天魔光为宁 露出一丝阴森 对于这两位大帝 他也是充满了忌惮之色 不敢扶其锋芒 连忙退到元楚与魔族大军形成阵法之势 轰 在两位帝出现之际 前方的虚空彻底崩裂 魔气翻滚而出化为一个浩瀚的魔海 在那魔海之中 一位身披暗金色战甲 手持魔挤的男子便是宛若那出生的太阳 冉冉升起 这男子赫然便是魔主了 魔主魔光灵力无比 蹦射出两道暗金色的光芒似乎可洞穿天地 破除一切阻碍 他的身躯不过障二 却显得高大无比 他脚掌浮现在魔海之内 踏着一轮魔轮 散发着诡异而玄奥的纹路流转不停 魔轮之内似一方天地 蕴含着深奥的大道治理 这正是魔主的一剑法 其魔天轮与之那天魔几阶是不是神兵 这便是魔主吗 见得那个突然出现的男子 妖族及人族的修者谋中皆是露出忌惮之色 他们从这个男子身上感觉到了一股恐怖无比的气息波动 那种感觉 就好像是见到了天神 如此人物唯有仰视 不可冒犯 攻凝魔主 元楚 魔族大军皆是俯首跪拜 高昂的声音震荡天际江附近的那些封印阵法皆是震得掀起阵阵涟 一些晦涩的波动也是在那些阵法之内搅动而起 那些被镇压的天魔及魔尊也是感应到魔主的出世 兴奋无比开始要撼动封印想要追随于魔主麾下 再与之征战 吼 而此刻 在魔主所踏立的那片魔海之上 一声幕后响起 魔海搅动远处似有着一条巨大的无比的尾巴出现在了天地 随后又没入了魔海之内 只是那惊鸿一帖的巨尾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众人的脑海之中 留下了难以抹灭的震撼印象 这是魔兽 人族及妖族的修者都是露出满脸惊骇 面面相去 他们之前听得了售吼之声 却不见踪迹 此刻出现如此巨大如同晴天巨著的瘦为很快不想到了什么 妖帝徽元及妖族人族的一些长者都是露出满脸凝重 传言魔主有着一座忌 雄焰滔天 随他征战天下无往不利连玄天大帝等人也难以单独与之一战 如今想来这远古的传言是真的了 玄天大帝及远古妖帝比肩而立 他们一脸凝重 指示着前方那突然出现的魔海 不过 他们的身形却是有意无意地站立在了人族及妖族修者的这个方向 似乎做出了随时准备应付突发变故 援救这些后人的打算 呵呵 摆脱束缚的感觉真好 魔主魔光如炬有着避逆天下之威 他嘴角挂起一抹邪魅的笑容 扫尸了一番附近的修者 随后瞅向身后的魔海 语气略显溺爱 呼唤道 我的伙计戈舒曼 出来吧 戈舒曼正是魔主的坐骑 吼 魔海之内魔气翻动 似龙似虎的咆哮之声响彻天际 随后众人便是看到一条千丈庞大的怪兽 便宛若蛟龙出海 腾飞于空 在那魔海及虚空之中掀起一阵阵气浪 这怪兽全身布满着暗金色的灵甲 他头角真容与真龙颇为相似 腹下声有脚掌 锐利无比 有着暗金色的纹路弥漫开来 在那灵甲之上散发着颇为诡异的线条 如此看去 他倒是与龙无异 只是抬头一看 他的身躯却是臃肿如巨山那种抛物线的线条 使得他的美感顿消 根本难以与真龙那般完美的形态相提并论 在他的身上 有着六对紫金色的肉翼不断震动着 搅动起真正猛烈的飓风呼啸开来 此兽宛若一头长着翅膀的蜥蜴 不过蜥蜴绝对没有此兽那么狂霸的气势 他被魔族奉为图腾之兽 称为魔龙 这魔主的坐骑竟然有如此气势 便连九颜娜等真龙都为这魔龙的出现感到震撼 如此气势 堪比远古妖帝啊 怪不得要妖帝及玄天大帝才可以将这魔主镇压而下 原来他有如此强大的坐骑 各族的修者在震撼之时都是明白了魔主之强悍 不仅仅是因为他气势盖天与这头坐骑也是密不可分 这魔主气势盖天 只怕玄天大帝及妖帝也是将之在镇压下来啊 韩宇说道 当年玄天大帝与远古妖帝之所以将魔主封印了下来 多半是因为他们占据了天地优势 谋划了很久使魔主落入了他们的陷阱之内 可如今 没有一丝筹划众人实力相当 难以占据优势 若不将魔主就此灭杀让他逃离了此地 再谋划一番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必须此次将魔主给斩杀 或者彻底封印起来 继承了我的传承 可惜却还没有踏出最后一步 远古妖帝灰尘谋光环是四方 最后将视线落在了原封身上 微微叹息了一生 若是再给予此子百年时间 或许便可成为第二个真正的妖族大帝 如此 足以对付魔族这些余孽了 以妖帝灰原谋光一动 视线突然落在了原封身边的 那个青年身上眸中有着金光闪烁 他得到了我的传承 全天大地说道 嘴角之间有着一抹淡淡的笑容浮现 他的气息 腰地灰原谋光似要洞穿一切 细细地向着原封身边的寒雨感应而去 依稀可以看到他眸子深处有着几分激动涌现而出 只是却还没有确定下来 不错 全天大地确实一笑 那气息正和当初我们感应到的一样 没有想到被此子所得 看来是天意如此 注定要平息这场战乱 还我借一世安宁 远古腰帝灰原谋子一眯与全天大地相视一眼 届时会心一笑 魔光瞅向前方那魔主时已经不复之前的那般凝重 嘴角之间反而是有着少许的信念之意浮现而出 侯 魔龙当空盘旋 腾飞向魔主 让后者踏足于其背准备一起征战天下 全天 会员 如今我已出来看你们如何在阻止本座 魔主手持长脊脚踏在魔龙 他环视四方 谋路逼逆之色 宛若上古魔神 向着玄天大地及妖地冷恒一声道 魔主与其骄狂 大有天上地下 舍我其谁的气势 在这片天下之间也唯有此尊才敢如此对玄天大地及远古妖地叫嚣了 妖族及人族的修者都是屏住呼吸 他们知道 一场震骨朔惊的大战即将开启 这一战 关系着天地众生之安宁 第1336章惊天之战 哥说 八千年你没有得场 难道你以为八千年后 你还能改变什么吗 全天大地一脸威严 宛若山月耸立在空 不容撼动 他冷冷地盯着前方手持长脊的魔主道 你妄想 窃夺我借本源 违反了大道规则 便是老天也不会让你得逞的 哼 三千大道皆为同源 我道本源不在 以你借之本源 本作一样可以参悟成功 正道掌声 魔主冷笑道 当年使你们卑鄙无耻 在此布下大阵 借用本源之力 将本作镇压 今天 你们再也阻止不了本作了 本作势必逆天 正道掌声 余妹 远古妖地冷笑 道 我看你如何逆天 魔主谋光环是四方 视线在不远处的八座阵法封印之上掠过 那里有着他八名得利干将被封印着 那么 便一战吧 魔主冷笑 身上魔器滔天 翻滚出山穿和月似乎有着一方魔玉在前 要镇压天地 整片虚空都为之战动 似要崩裂 远处万里的修者都感到心神战力 吼 见得魔主将气势催动 魔龙也是仰天咆哮 他与魔主征战多年双方心有灵犀 默契配合得十足 宛如一人 他龙躯一阵 那六对岸金色的肉翼一阵便向着远处的八个光阵腾飞而去 刷 魔主长急斩动 似天星河坠落而下 斩向前方的一处光阵 呼 魔龙常为扫动 也向着那些光阵横扫而去 那具猥琐过之处 虚空崩裂天地塌陷 各族的修者远远退去 满脸惊骇 不敢上前 如此大战 一个鱼颇变可以将他们尽数湮灭 大地之战 非常人可以在尽处观看 全天大地一掌踏空 似乎横跨了虚空 出现在了魔主身前 他大手移动牵引天地 风云变色 一个蕴含着大道纹路的法印 便是向着那魔主镇压而下 将那条星河抵挡了下来 妖地也是出手 手中出现了一条骨鞭 似那远古之神流下的骨脉锁链制而成 气势磅驳 向着那魔龙的尾部轰击而下 距边落下 变化为了一条山脉似可镇压一切 轰轰 远处虚空光滑绚丽 迸发出恐怖的能量波动 悬天大地及妖地气势盖天 将魔主的气势给抵挡了下来 不过 双方的大战也是使得 纳吉楚封印之地纹路崩裂 俨然受到了波及 八千年了 你们还是气势不减 不过 今天本作倒要看看到底是到高一尺 还是魔高一丈 魔主冷横 突然他吐出一口精血 周身虚空蠕动 有着魔纹闪烁 吼 魔龙发出一声怒吼 身形一动 身上纹路流转也似乎在催动着什么静置秘法 嗡 不过 瞬间 虚空战动 那魔龙身形一晃 化成了六道魔区 分别向着六个方向遁去 分身嘛 全天大地眸光一宁 法觉引动 打出一道道法印 封锁了天地 妖地也是出手要阻止魔主 轰 巨像传出 惊天动地 魔主的分身竟然是被抵挡了下来 绚丽浩瀚的鱼波肆虐开来 虚空为之崩裂 妖地极玄天大地的身形皆是在这般狂暴的冲击之下连退百里 魔主的身形也是难以轻易将这般波动抵挡下来 呼 突然 那魔龙一动 发出一声怪叫 便是趁是驼着魔主掉头而走 便没有再去攻击那几座光阵 带得妖地极玄天大地发现时 他已经是退出千里向着魔族大军锁在顿去 这时 见到魔主掉转了方向 妖地极玄天大地都是一愣 魔主 原楚虚空 天魔率领着万魔在后观战 他见得魔主脚踏坐骑腾飞而来 一脸惊诧 那些魔尊及魔族修着也是唯唯一争 不知魔主为何放弃援救那几位天魔大人反而向着他们顿来 魔主呈着魔龙而来 宛若一道流星化过天际请客便是出现在魔族大军的前方 如此速度 让人为之震撼 戈书天 魔主扫视着前方的魔族大军道 拜见魔主大人 戈书天即众魔跪拜 好 很好 魔主大笑 嘴角有着猙獰浮现 道 你为本座凝聚万魔之分身 如此心意 本座铭记于心 属下无能 使得那魔身崩慧了 天魔战力 贵福道 本来那尊无上魔身不仅是要助魔主破除封印 还将为他补给万魔之力使之恢复到巅峰时刻 不想却因为紫月烙印下了本源吞噬之力 不得不自曝破除封印 无妨 魔主一笑道 只要将你们化为本源 本座一样可以恢复到巅峰状态 力压悬天 几灰元两个老鬼 沉默 各书天身行战力 满脸惶恐 抬望着那不断接近他们的那位魔主 身后的那些魔族大军也是露出惶恐之色 这些人愿意为魔主出生入死 可以想到要被您练为魔力本源心中却依旧是有些抵触 能成为本座的本源之力 是你们的荣幸 魔主魔光灵力 似乎有着两个魔渊从眼瞳之中蔓延而出 顷刻便是将前方那魔族大军给淹没 随后他法觉引动 一个个魔族修者便是被化为本源之力 便连天魔那等存在在猝不及防之下也是毫无抵挡之力 嗡嗡 源源不断的魔力本源本吸纳入血脉之内 魔主的气势不断攀升 周身的虚空都为之崩裂 有着无数裂纹蔓延开来 他气息吞吐之间似可毁天灭地 如今的他俨然将气势恢复到接近巅峰时刻 恭喜 魔主恢复本源 魔龙开口道 呵呵 此刻看谁能挡我 魔主魔光一动 那两道魔渊呼啸一声便是没入眼瞳之内 他气息内敛 可却有着一股毁天灭地的波动 从周身弥漫开来气势之甚远非先前可比 再将八魔救出 你凝练了那八头坐骑亦可恢复至巅峰 魔主说道 魔龙魔光争鸣 胸光灿灿视线落在了远处那几个即将崩裂的阵法之上 翁 似乎感应到了这股邪恶的波动 那阵法之内的八位天魔都是心神一颤停止了抵挡阵法的打算 他们似乎也感应到了魔主一举将十数万魔族大军给吞噬凝炼的一幕 全天大地及妖地顿飞而来落在了魔主不远之处 这家伙的实力恢复了 妖地皱眉 魔主被镇压数千年气势锐解 同样的他们镇压魔主数千年也是耗劫了不少的晶圆 此番此消彼长之下 情况极为不妙 没有想到此聊如此心狠 连自己的麾下大军都被他一举凝炼 是为了草戒 全天大地也是深吸了口气 他们和魔主大战不小千百次 双方知道彼此的实力 如今对方恢复了几分实力 便已不是他和妖地所能再将之抵挡下来的了 呵呵 玄天 辉元 你们如此可敢与本座一战 魔主偏过头 一脸狂傲向着那骚然停下身形 便没有主动出击的妖地及玄天大地瞅去 眉头挑动充满了挑衅的味道 李吞恋族人麾下的精血魂魄 如此行迹 简直就是畜生 妖地话语犀利冷横道 畜生 魔主不以为意 冷眼道 当年你和玄天布下陷阱 害得本座被封印八千年 你们何尝不是卑鄙小人 如今本座要成就大业 正的长生大道 自当斩去一切 也是当年本座没有明误 不然 当初便将那些麾下尽数凝裂 你们也难以将本座镇压 魔主继续说道 李简直是丧心病狂了 全天大地眸光冰冷 如此人物若是不能将之斩杀 只怕这片天地生灵 都会成为他的补给之源 那般后果绝非他们所愿意看到的 成王败寇 何必多言 魔主话语尽朗 道 哥舒曼 你去将八魔救出 这两个家伙便人本座应付吧 好 魔龙咆哮一声 魔露金光 便是向着那几处镇压着天魔的阵法腾飞而去 在魔主麾下 那巴尊无上天魔皆有着一头魔龙坐骑 他们等级虽然不如哥舒曼 却也是极其强悍的存在 若是将之凝炼 此龙肯定也将有所提升恢复到巅峰境界 如此 天上地下 谁人抵挡他们 魔龙腾飞而去 气势滔天 妖帝想要阻止却是被魔主给抵挡了下来 你就留下来与我一战吧 魔主冷笑一声 那魔天伦呼啸一声向着妖帝镇压而下 与此同时 他手持魔戟拦住玄天大帝 身前魔气涌动演化出一个魔狱 将这两位大帝给困在里面 你们便于本座在此一战吧 魔主气势滔天 进入了那魔狱之内与玄天大帝及妖帝 展开一场惊天大战 玄天大帝及妖帝竭尽能 却依旧未能再短时间将这的魔狱击溃 如今魔主实力恢复 他们却是耗劫了八千金元 已经不再巅峰 纵使法力滔天也是南线当年的辉煌 那魔龙腾飞于空 请客便是出现在了封印着八位无上天魔的阵法之处 轰 魔龙出手请客便是将一处封印击溃 呼呼 各个封印皆是在此刻崩裂 一个个远古强者都是出现在空 联合城正式警惕地盯着那魔龙 他们似乎知道 大势已去 在封印那些魔族修着也是徒劳无功 反而会被他们各个击破 八位无上天魔也是出现在空 他们周身魔气涌动出现了 在脚下有着一头魔龙 此刻这八位无上天魔都小心警惕地将魔龙哥舒曼 给盯着害怕他会吞噬凝炼他们的坐骑 这些家伙竟然如此狡猾 魔龙哥舒曼满脸愤怒 没有料到妖族及人族的那些强者会将重魔主动放出封印 使得他不能各个击破 将那些魔龙一个个吞噬 第1337章本源之力 无极介域之内 八尊被释放出来的无上天魔皆是满脸警惕地将前方的那头魔龙给盯着 就连他们脚下的坐骑也是露出不安之色 先前魔主一举将数以十万计的魔族大军吞噬凝炼为魔力本源的事情他们可是都感应到了啊 你们难道想背叛魔主吗 魔龙魔口张开 目视着那八大无上天魔冷冷地说道 格舒曼大人 如今魔主及我等皆已脱困 何必如此 以我等实力只要往后好生谋划一番 必可将这些人族妖族一举歼灭 一位无上天魔说道 他不想自己的坐骑就此被凝炼为本源 另外七尊无上天魔也是出生附和 以后好生谋划 魔龙格舒曼冷恒道 如今的机会千载难逢 若再等的几年 让得人族妖族的后辈子弟成长起来 必将生出变数 废话少说 而等快让看 本尊要将你们的坐骑凝炼为本源 这 众魔咒眉 格舒曼 你太可恶了 你我本是一脉 何必如此 另外几头魔龙一脸不愤仰天咆哮 魔中有着怒气喷勃 身为魔族子民 自当拥有着为魔主献出生命的觉悟 既然你们如此冥顽不灵 决心要背叛魔主 那么便让本尊将你们清理了吧 魔龙格舒曼呲牙咧嘴 六对肉一震动 便是掀起一片滔天魔气 向着当中的一个无上天魔席卷而去 你 见得魔龙出手 众魔皆是一惊 不等众人反应过来 一股恐怖的气息波动轻覆而下 魔风搅动封锁了天地 魔龙格舒曼已经是腾飞而来 伸出了一双巨大无比的利爪 直接是蛮横的撕裂虚空 直接取当中一头魔龙 格舒曼身为魔主的座技本 就有着堪比魔主的战力 非一般的无上天魔及他的座技可比 他强势出手 那位天魔惊骇之下竭力抵挡 却依旧是不堪一击被掀起万米 刷 格舒曼那巨大尾巴 将那头魔龙一把卷住 上面魔纹流转 渗入了后者的体内 开始汲取着他的魔龙之血 要将之凝炼化为本源 补给自己失去的晶圆 好提升战力 呜吼 呜吼 那头魔龙先是发出一声怒吼 却是在格舒曼的出手之下 毫无力气还手 完全被滔天魔器 及一个个玄奥的魔纹包裹 将之卷入了魔海之内 开始凝炼抽取着他的晶圆 另外七尊天魔皆是一脸骇然 他们的作技也是发出咆哮 这些天魔追随魔主多年 忠心不二 此番被镇压数千年 无不可望着重见天日获得自由 不想破除束缚之后迎来是这样的后果 使得众魔不知所措 皆是退到了一边 好 不大一会 格舒曼便是将那头魔龙给凝炼完毕 他恢复了几分战 力气焰更凶 将魔光锁定在了另外几头魔龙身上 再尝到了甜头之后 他对恢复实力更加渴望了 我们一起出手吧 一尊天魔说道 好 一起出手 另外几尊天魔相视一眼说道 他们知道若是不出手下一个将轮到他们 现在他们只想活着 便没有别的信念及忠诚可言 八千年的镇压 使得他们的信念有所改变 八尊天魔及七头魔龙一起出手要对付魔龙 格舒曼 找死 格舒曼冷笑道 你们以为我们之间的差距是人数便可以弥补的了吗 冷笑声落下 格舒曼仰天咆哮便是向着最近的一头魔龙及一个天魔袭杀而去 他身形快到了极限根本不是一般天魔可比 不过一级便斩杀了一名天魔将一头魔龙缠绕住 开始凝练 所有的天魔为之变色 便是连妖族及人族的几位强者也是为之变色打消了一起出手的念头 正如格舒曼所言 他们之间的差距可不是人数便可以弥补得了的 一群叛徒 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你们竟然敢反抗 魔主从原处天际顿飞而来 他发现了这里的动静 摆脱了妖帝集圈天地请客出现在了这处战场 既然如此 你们也化为本作的本源之力吧 他大手一挥魔海倾覆而下 化为一个天地将那几尊一魔禁术封锁众魔连逃的机会都没有 全天大帝和妖帝连忙盾来 向着魔主发出猛烈的攻击 别做徒劳之功了 魔主冷笑 一边凝练着几尊天魔 一般手持魔戟应付玄天大帝 魔龙此刻也是凝练几头魔龙 他气势暴涨将身形的几头魔龙牵引到身前化为一个魔眼 慢慢地凝练 然后分出力量去对付妖帝 使得对方意识根本难以奈何他们 这魔主强悍至此 妖帝级玄天大帝要落入下风了啊 元楚天际寒宇魔光略动 露出满脸担忧 现在魔主级魔龙随着凝练那些魔兽级天魔的本源气势在不断增强 不久后 必可恢复至巅峰啊 元风级妖族人族的强者都是满脸担忧 如此等级的大战他们参与不了 现在根本是无能为力 已不是说自有定局 可妖帝级玄天大帝似乎也难以力挽狂澜了啊 谭宇向着朱灵问道 别急 朱灵说道 现在还早了的等机会 什么机会 谭宇问道 等魔主掠夺本源的时候 朱灵说道 掠夺本源 谭宇一脸诧异 现在也该是告知你的时候了 朱灵阴阳流转 悠悠地说道 天地万物皆由本源孕育而生 而等生在此间 汲取了本源之力方才的以修炼成长突破桎固 也算是本源的一部分 不 谭宇灵听着朱灵的话 天地之大 有大千世界 每一界都有着自己的本源之力 还有着本源之眼 朱灵说道 本源之眼便是那个世界的根源 是一切修者正的大道感悟天地源头 若将本源完全参悟便在突破桎固 达到一个玄妙的境界 正的长生也是未曾不可能 朱灵说道 那魔主所在之地 本源之力不在 难以助他们再有所突破 所以 他才破开未念 要寻求本源之眼 以求再做突破 踏入一个新的境界 本源之眼 原来他们是为此而来 谭宇一愣 道 新的境界那又是什么 长生之道 朱灵说道 那本源之眼在何处 谭宇谋碌金光 随后问道 便在此间 朱灵眸光流转朝了一个地方 说道 只是那里被封印了起来 以我之力难以进入 不 谭宇问道 你怎么知道这些 因为我便是本源之眼孕育而生 朱灵说道 确切地说是这珠则是本源之眼孕育而出 我只是这珠所孕育而出的朱灵 当年便是我催动着神珠破出这片界域 你要对付这些一谋 谭宇满脸震撼道 不错 朱灵说道 每个未念都有着自己的规则 若是这片天地被魔族控制使生灵涂炭 便是破坏了规则 使得未圆面失去平衡本源之眼 也会因此枯竭 一切都将湮灭 导致最后再无本源之源 谭宇如醍醐灌顶 瞬间明白了许多道理 这便如大道之理 本源衍生万物 万物周而复始不断演化凋零 使得本源生生不息 如纳泉之水永不枯竭 只是一旦这中间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那么大道崩坏 本源也将不复存在 化为虚无 难以凝聚 使这片未面长胜不衰延续万事了 也是如此 由本源孕育出的朱灵感应到了魔主的野心 为了使得本源得以延续 他便催动了神珠 破开了这片封印 前往了尘世间寻找一个可造之材 来完成这个大任 只是朱灵在破除无极之地的封印时 受到了损伤 最后还是在韩宇的帮助下 才慢慢恢复了所有的记忆 纵使他如今已经知晓了一切 却也只是一个孕育不久的朱灵 还没有掌握过多的天地奥义 便不如那些强大修着有着滔天战 立刻将魔主镇压 现在朱灵再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哄 便在韩宇为之感到震撼之时 前方天际突然发出一声巨响 却见得魔主及那魔龙气势滔天 动用爵士神威将玄天大地及妖地给震飞出万米之外 那般气势不可抵倒 他们都恢复了实力 谈与眸光移动 远远看去 也是可以感觉到魔主如今的气势 已经踏入了一个巅峰状态 他脚踏在魔龙身上 手持魔级宛若战神 散发着滔天战役 如今本作已经恢复了实力 玄天 辉原你们如何挡我 魔主仰天一笑道 带得我将本源掠夺 再将你们及你们守护的那些生灵给尽数灭杀 以抱着镇压八千年之仇 哥舒曼 我们走 魔主将玄天大地及妖地及伤之后 也不再理会他们冷恒一生 变成着魔龙 向着前方的天际腾飞而去 那是一片混沌无极之地 依稀可以感应到有着灰色的波动弥漫着 那灰色的波动赫然是来自静智之力 玄天大地及妖地败了 怎么办 如今魔主及他的作技都恢复至了巅峰实力 势不可挡 若让他获得本源之力 只怕众生为已 各族的长者都是手足无措满脸悲伤 整片虚空都被一股绝望的死疾所弥漫着 连这两位大帝都不是魔主的对手 他们又能如何 必尊 现在怎么办 镇压着八尊无上天魔的几位强者 顿向玄天大地及妖地的所在 说道 事已至此 我等也莫要慌乱 全天大地说道 自古每个未念皆有自己的规则 各说昂想逆天而行 岂能如他愿 可是纵使他的不到本源之力 以他如今的实力也不是一般人可与之争锋啊 一位人族强者说道 若真是如此 也唯有与之玉石聚焚了 全天大地养天长叹 眯了眯眸子有些疲倦地说道 众人皆是陷入沉疾 若真是如此 也只有玉石聚焚了 第1338章神诸本源 全天大地及妖地灰原相互叹息一生 已经做好了与魔主同归于尽的准备 以此换的一片安宁 咦 就在众人为之叹息 满脸悲天悯人时 一个长者眸光一动露出惊诧之色 修 便在魔主所前方的方向 那里突然有着一道流光画过天际 也是向着那片区域顿去 是那小子 全天大地眸路惊喜之色 忍不住笑道 呵呵 天佑我等子民 此次终于是可以解除这的困局了 为何在玄天大地旁边 有着当年一起参加封印之战的人族强者 还有着妖族的皇者 他们皆是露出诧异之色 不知玄天大地所指何意 数年前 我等封印的本源之地 突然松动 我和玄天兄皆是感应到了 有着一道本源之力 撕裂了封印 顿出了这片界域 现在 我们感应到了它的气息波动 妖帝说道 便是那 它指向了那道流光 修修 这时 妖帝灰城及妖族人族的后辈 也是向此顿来拜见了诸位大帝 我们去看看情况吧 全天大地一笑 便是率领着众人向着前方顿飞而去 元峰及妖帝灰城等人却满脸惊叉 不知为何那的青年会紧随着魔主 而去难道他要力挽狂澜 吼 魔主手持魔挤 全身绽放着暗金色的光纹 宛若一尊魔神 趁着那气势汹汹的魔龙 向着无极之地顿飞而去 在小片刻后 他身形一顿 停在了一片光幕之前 这片光幕 光纹闪烁 流转着玄奥的纹路 在里面有着大道的气息波动 弥漫开来 这便是无极之地的中心之处 被人称之为本源之地 当年玄天大地及妖地位了 防止在大战之时 魔主会进入里面 所以也在此间留下了禁止将之地封印了起来 不过 八千年过去 封印之力已然消散 再加上当年朱灵曾经调运了本源之力 撕裂出了一个裂缝 使得这个封印之上的禁止之力也是奏将 不负当年之威 本源之地 魔主谋犯金光 有着火热涌现而出 如今本座实力恢复至巅峰 天上地下 无人可挡 一处封印 又能如何 给本作破 魔主脚掌踏空而出 手持魔挤 当空便是向着那封印着本源之地的禁止斩去 浩瀚魔力宛若星河落下 斩在那禁止之上 掀起阵阵涟液波动 嗡 温响传出 那禁止之上纹路紊乱 一些禁止攻击被几数破坏 刷 魔主又是一击斩下 天地崩裂 前方出现一道裂纹 直接是向着那禁止蔓延而去 这一次 禁止战动 有着裂纹蔓延开来 禁止上的纹路彻底失去了衔接之力 光滑暗淡 破 魔主再次一击 倾尽了全力 那禁止终于是宛若镜子一般崩裂开来一股浩瀚的本源之力 宛若决堤之水从力量宣泄而出 感受着那股本源大道的气息波动 魔主忍不住仰天长笑 本源在前 大道不止 玄天 辉原 你们终究失败了 本座气势盖天启是你们耍下小手段便可抵挡下来的 魔主长发舞动 一起风发 魔子唯唯尼其感应着那大道气息 道不同 不相为谋 这大道不是你可触及 你还是从这片天地彻底消失吧 一道冰冷的声音似穿透了空间从遥远的虚空传荡开来 音波之中充满了无庸置疑的味道 宛若那神灵的审判有着一股无上之事 便是魔主都不觉心惊 是谁 魔主 魔子猛地睁开 两道灵力的眸光宛若立刃向着那声音的源头洞穿而去 为 面 大 道 本 圆 清冷的声音吐出 玄机魔主便是看到有着一个青年踏空而来 他似乎容于大道 虚无缥缈 在他眉心之处 有着一个阴阳气旋突然呼啸而出 最后化为一个巨大的阴阳之眼出现在空 那是阴阳神珠 在神珠之上 朱灵宛若一尊神灵盘坐着 他小手掐动法觉牵引着阴阳神珠绽放出一道道阴阳纹路 演化出大道的气息波动 再沟通着前方的大道本源之力 呼呼 似乎受到了朱灵及阴阳神珠的牵引 天地为之变色前方那片浩瀚无比方才摆脱束缚的本源之力 有着源源不断的本源之力向着阴阳神珠会集而去 他们气息如出一彻 本就是同源 如今受到神珠牵引 自然而然地向着他会集而去 大道本源之力就好像是一条条星河横跨了虚空 向着阴阳神珠会集而去绽放出万道霞光 气势波澜壮阔 朱灵就好像是一尊神灵盘坐在阴阳神珠之上 接受着那些大道本源的洗礼 他的气息在不断蜕变 他眸自阴阳流转 宛若太极 大道之运越发浓郁 他顷刻间就彻底恢复了实力 这是什么 魔竹满脸惊叉 被突如其来的变故给震了一阵 在那神珠之上 他感觉到了大道的气息波动 附近的大道本源之力 似乎受到了那神珠的牵引 难道这便是大道之眼所孕育出来的神珠 魔竹就好像以前那些见识过这神珠的修者一样 满脸震惊 这珠子不是在本源之地里面吗 他怎么会出来 珠灵谋中阴阳流转 突然发觉引动 大道本源 镇压天地 翁 神珠光滑涨 牵引天地之势 一个个大道纹路突然从四面八方凝聚而成 化成了一个玄妙的阵法 将魔主困在当中 形成了一个阵法空间 一道道蕴含着大道气息的攻击 宛若洪流一般向着向着他倾覆而下 那般气势要让人窒息 这是大道之力 魔主满脸震撼 随后冷横道 哼 大道之力 想必你是本源孕育出来的神灵吧 本座只要将你融合 便可掌控这片本源之地成就大道 魔主冷笑 手持魔脊向着那大道之力杀去 魔龙也是怒吼一声与之一起对付那大道之力 要助魔主将那朱灵给收服以此控制本源 轰 魔影闪烁与大道之力轰击在一起 却如入泥沼根本无法撼动那大道之力分毫 吼 魔龙咆哮一声化为一张巨大无比的鬼脸 好像有个恶鬼 张口便是向着那大道之力吞去 朱灵好像一尊神灵端坐在神珠之上 小手牵引着大道本源之力化为一个玄妙的阵势 不断地向着魔主镇压而去 将他的攻击尽数化解 要将他淹没在大道之力下 这就是大道之力吗 比奈何不了本作的 大道之力淹没再生 魔主收持魔脊气势盖天 撕裂了大道之力 猙獰咆哮 便是要向着那绽放着大道本源之力的阴阳神朱杀去 朱灵法觉引动 大道之力垂落而下 好像万道圣洁的光芒封锁天地 又好像瀑布源源不绝 气势滔天 将魔主镇压了下去 不过 这大道之力却依旧难以将之抹杀 他气势盖天 且不是这个未念的人难以将之抹杀 朱灵谋光流转瞅向了旁边的青年 道 我现在只能将之困住 那要怎么才可以将之抹杀 谈语问道 进入本源之地 彻底领悟本源之力 掌控本源 牵动天地之力可将之凝化 朱灵说道 这不是本源之力吗 谈语有些疑惑 如今朱灵不就是调动了本源之力 镇压魔主吗 这只是本源之力的皮毛罢了 朱灵说道 唯有牵引未念本源之力方可将之抹杀 我只是一介朱灵无法掌控未念本源 你们是以本源之力为影不断突破桎固 成就大道 也唯有你们才可以领悟本源 牵引未念本源之力镇压此魔 妖族及人族虽然修炼各有不同 可他们修炼的玄器阴阳之气皆是原自未念本源 若有绝世天才 领悟了本源 便可将之掌控 成为未念主宰 无人可敌 朱灵是本源孕育而生 从成灵之刻便已经烙印下了本源之力 再也难以有所成就 所以 他才会外出要寻找一个人来帮他完成此事 不然一旦本源被魔主掠夺 这片未念及他都将凋零 谭宇逐渐彻悟 知道了很多感觉眼前出现了一个清晰的世界 去吧 朱灵说道 我可以 谭宇道 他像似在问朱灵 又是在询问自己 领悟大道本源 不仅虚颖爵士天赋 更重要的是虚颖超强的意志之力 朱灵说道 这两点你都有 所以 我相信你可以 他和这个青年也算是一路走来 对他无比了解 心中颇有信心 好 我定然不会辜负你的期望 谭宇一脸坚毅谋光掠过天地 落在了前方的那处本源之地 他脚掌踏空而去 化为一道流光便是消失在了原地 进入了本源之地 朱灵则是不断掐动法觉镇压魔主 呼呼 去空光影掠动 悬天大地及远古妖帝 他们都顿飞到了此间 果然是本源之力 那是大道本源孕育出来的神猪吗 众人皆是谋碌迷离之色 不由深吸了口气 感悟那大道本源之气 这小子进入了本源之地啊 妖帝某着眼睛一笑 前方正有着一道身影 没入了那浩瀚无边的本源之地 顷刻就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之内 本源之力果然奥妙无穷 暗冤老祖盯着前方的阴阳神猪 谋中尽是唏嘘之色 当初他发现了这青年是海之内有着神猪 却对此物了解甚少 如今看来这神猪便是本源孕育而出的了 魔主在不断咆哮想要破开封困 看来这魔主是被困住了 听得魔主那有些气势不在的咆哮之声 玄天大地等人也是微微说了一口气 正如他所想 魔主此形式破坏天地规则 便连为圆面大道本源也不会坐视不理 第1339章魔主陨落 本源之地周边宛若混沌流转着 阴旋及阳旋之气 在里面就好像是一个气旋 要化成阴阳之状 这场景极其像是天地初开阴阳万物 还未曾演化出来的情况 韩宇深入里面阴阳逐渐试着演化融合 有着大道的气息波动流转出来玄妙无比 这未念本源之地 蕴含着天地初开的奥义 韩宇越是进入里面心中越发感到震撼 也不知过了多久 时间似乎已变得飘渺了起来 他整个人置身在一个玄妙无比的世界 这世界天地之演化 万物在孕育到处都是大道的气息 到最后韩宇似乎穿透了时空来到了未念本源之地 那里有着一个阴阳之眼似乎贯通了天地大道 里面的大道气息及天地治理 让人感到迷醉 一个个大道痕迹牵引着他的心神 这里拥有未念大道的一切痕迹 韩宇可以感觉到只要自己将之参物便可以掌控这大道本源 韩宇用心感应 体内阴阳流转 是海之内的那片玄妙之地生机勃勃 似乎受到了未念本源的影响 要演化出万物 依稀可以感应到有着阴阳之气在里面流转 随着意识的流转 韩宇的誓海之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里面有着花草鸟兽出现 完成成为了一个天地 最后有着人族出现 王朝更替 似乎已患过了千年 他的誓海似乎在演化万物 不知不觉 韩宇的意识逐渐模糊 似乎陷入了那种玄妙的境界之内 他却不知道 他自己已经被那本源之眼吞入 在不断地融合 要使之成为本源的一部分 外面 朱灵依旧在催动本源之力镇压模主 妖帝及玄天大帝等人也在外面等候着 他进入本源之地已经近半年了 却依旧没有出来 看来情况有些不妙啊 远古妖帝说道 当年你接近了那本源之眼附近 你可知道当中的一些玄妙 道皇韩雪英等人后背子弟都是竖起了耳朵仔细聆听 本源之地颇为玄妙 那里拥有着未面本源大道的痕迹 却不是一般人可以轻易触及 越是道深处 便越有着一股阻碍之力 不可靠近 特别是那本源之眼的所在之地 那里是未面本源的源头 当年我在那附近参悟连神志都差地沉沦在里面被化为了本源的一部分 最后若非清醒较快 及时撤退了出来 只怕已化为本源的一部分 玄天大帝眸子一眯眸光流转 似乎在回忆着当年的往事 然而是如此 玄天大帝当年退出之后 也是有所收获踏入了一个巅峰之境 本源之地如此危险 他可以将修者化为本源一部分 文言 那些后辈子弟皆是露出满脸惊诧之色 眸光瞅向前方的本源之地时不由多了几分担忧 也不知那青年能够参悟本源之力 若是他不能参悟本源之力 我等也只要竭力出手 与魔主共同湮灭于此了 远古妖帝眉头一皱 当年他也曾经进入了那处本源之地 不过却没有接近本源之眼 也不知韩宇哥哥现在怎么样了 韩雪因玉手紧握满脸担忧 想要进去本源之地 却被众人阻止了下来 怕过多的人进去会打扰那青年进行参悟 反而不好 李一定行的 紫月眸光宁是前方本源之地 某中有着一抹难以言说的坚毅流露 他对这个青年依旧是毫无保留的相信 他想象后者一定可以破除一切阻碍完成目标 众人确实不知道韩宇进入本源之地时便没有收到一丝阻碍 不过此刻的他却已经没入了本源之眼内 情况到底如何一切皆是未知 当初的玄天大地只是在本源之眼外面感悟 便差点彻底沉沦了下去 被本源融合为自己的一部分了 韩宇此刻的意识不断模糊 他只觉自己的事还演化出了万物 创造出了一切 最后他彻底化为了本源 成为了未念本源的主宰 他好像天生俯视天下苍生 一种玄妙的感觉让得韩宇的意识逐渐失去 要彻底融入本源 只是韩宇的意识之中却还有着一丝执念 他始终记得自己要参悟本源之力彻底将魔主抹杀 他要守护亲人朋友 他还要和紫月一起团聚 要和他身边的人逍遥天地 这丝执念使得韩宇的意志始终没有被本源彻底融合 融合吧 只有话为了本源 你才是天地的主宰 你才可以抹杀一切成为神灵 就在韩宇苦苦守着那丝执念时 一道声音悠然响起 四那魔音在蛊惑着他的心神 这四本源之音 融合主宰一切 韩宇的意识有些动容 突然他的意识猛地移动四那咆哮的狮子 在本源之内掀起一道狂涛骇浪 不 我不是要与你融合 我是要参悟本源之力 掌控本源 不是成为你的一部分 我要诛杀魔主 挽救身边的人 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和分彼此 本源之音再次传来 蛊惑着韩宇的意志 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韩宇的意志被蛊惑陷入了一种迷糊之间 本源之内的滔天骇浪就此平息了下来 你要诛杀魔主 我便帮你诛杀 本源之音再次想起 突然虚空一颤出现了一幕画面在韩宇的意识前 那里朱灵正在镇压找魔主 突然韩宇踏空而来催动本源之力将之彻底抹杀 这是你的女人 突然 紫月韩雪英出现在了韩宇面前 各组长者皆来为她喝喜 随后画面一转 韩父韩母及韩宇的故人都在和她一起相聚 海诗诗紫月韩雪英和她相伴一起 遨游天地 她成为了这片天地的主宰 长乾坤 心内有无比惬意 见到这些画面 韩宇的意识逐渐沉沦要被蛊惑 相信了这一切 不 我不是要和你融合 我便是我 我是韩宇 突然 韩宇的意识似乎想到了什么 就好像是一个沉睡的狮子彻底醒了过来爆发出一股浩瀚之力在本源之内掀起恐怖的波动 这一切 皆是假象 一切都是魔望 你 影响不了我 给我滚 轰 一股浩瀚无比的意念凝聚而来 好像是一个巨大的拳头轰击在本源之内将那股火之鹰一举击溃 旋即 韩宇的意念便如潮水一般回归到她的是海之内 她的本体也是在那本源之内浮现了出来 如今的韩宇好像老僧入定 韩宇在本源之眼内 她身上波纹流转有着一道道本源印记融入她的体内 她整个人气直变得更加虚无缥缈了起来 身上有着阴阳流转 好像一尊神灵 若是看她的是海之内 里面出现了一个宛若本源一样的阴阳气旋 气旋外面混混沌顿顿 似乎要演化出万物 不过 这片世界 便没有生灵出现 也没有先前出现的王朝更替 之前不过是虚妄罢了 虚妄 一声痴笑传来 缥缈如九天之音 大道 本源 岂是那么容易便掌控的 无为而无不为 你们不过与别人一念之间的闪烁 还敢妄谈大道 谁 是谁 谈与猛地站起大喝道 要不是混沌珠破碎 别落下界 本尊岂会在这虚无的本源之地苦等万万年 虚好生命 你可知 这本源之地便是无知意念所生 秋道岂是那么容易 逆天之路岂是那么好走的 罢了 罢了 本尊便赐一段机缘于你 若日后有机会 便完成本尊一个心愿便可 韩宇的世海之内瞬间涌入一段记忆 而那声音在几声长叹之后便消失了 韩宇紧闭双眸 时而痛苦 时而醋眉 时而喜悦 两九之后 韩宇睁开双眸 那是怎么样一双眼睛啊 看尽了世间的沧海桑田 似有无数英雄史诗涌动其中 看上一眼 便让人沉沦其中 不可自拔 原来阴阳神珠并不是本源之地所诞生的 来历却颇为神秘 似乎关乎到一个惊天大秘 只是身为天尊的苍蓝意不是特别清楚 虚幻 真实 原来修行却有三步 修真 修缘 修道 可笑哉 韩宇难难道 随即 对着虚空遥遥一拜 淡淡道 苍蓝师父 不管你所说为真或为虚 你让我见识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 一个浩瀚的世界 徒儿拜谢 日后若有机会 我定会照顾你的后人 没有真我的支持 这本源之力却是无根之扶贫 不要也罢 韩宇瞬间明白了很多 即便这本源之力有着无限的诱惑 甚至可以踏足无上大道的开始 可是 韩宇却并在乎 本源之力 宁 韩宇同时散去了身上的本源之力 汇入了本源之地 身体似乎被抽空了一般 空空荡荡 好大的魄力 阴阳之功轰然破碎 一切与本源有关的法器与实力皆常幻灭 只余下最纯粹的心法 最纯粹的内心 最纯粹的武技 躯空震动 韩宇踏出了本源之地 等候在本源之地外的众人一阵欣喜 随即便发现了不对 悬天大地移了一生 脸色骤然大变 神念扫过 却发现韩宇的状况 一时监禁不知怎么开口 韩老弟 你 韩宇摆了摆手 奥利在虚空中 深邃的目光飘向远处 镇压着魔主的朱灵 淡淡道 朱灵 把魔主放出来吧 朱灵确实最早发现 韩宇状况之人 却和众人一样的瞠目结舌 听到韩宇的话 深深地望了他一眼 便松动了镇压 天地中敌荡着一股浩荡的魔威 魔主竟然又提升了境界 哈哈哈哈 韩宇小儿 本末鸿福齐天 岂是你等可以镇压的 还不给我受死 魔主挥出一道如刀似箭的光影 奔向韩宇 他笔直的脊背如旗帜一般 挺立在天地之间 似乎有着一种莫名的韵味 魔主宁笑着 这里 他最恨的便是韩宇 如果没有韩宇的干扰 他早已一统这一方世界 夺戒之仇 不共戴天 焉能不恨 曾 光影轰然破碎 原来 不知何时 韩宇的面前 一颗黑白相间的珠子 滴溜溜地转着 引动一方若隐若现的屏障 魔主目瞪口呆 朱鸣更是悚然大惊 呼喝一声 怎么可能 韩宇大笑一声 混沌之主 出来吧 哀 一声叹息似在诸天之内响起 闻着漠不哀痛 众人大惊 混沌珠唯唯一抖 虚空之中浮现出一个白衣老者 老者扣揉着身躯 面容苍老 可是 怎么看 却也看不清他的真正面容 苍蓝那小儿终究与你说了 老者描了一眼韩宇 好大的毅力 无根扶平 不要也罢 韩宇却是忘了一眼魔主 淡淡道 魔主念你修为不义 给我守护这方世界 我饶你不死 魔主先是一愣 随即哈哈大笑 甚至眼泪快笑了出来 数子小儿 你现在只是凡人一个 还敢妄谈我之生死 可笑哉 混沌之主淡笑一声 小小魔徒 敢对主人不敬 给我跪下 混沌之主伸出一掌 狠狠压下 魔主哀嚎一声 净跪倒在虚空之中 魔主的眼中瞬间冲血 寒狠地望向混沌之主 魔星不死 留你何用 混沌之主一声目喝 挥手斩出一吊 意念之刀 崩入了魔主的世海之中 魔主眼中的光彩瞬间消失 却是一幅木然的表情 刀簧唯唯一愣 望着那老人随意一刀 心中已掀起惊涛骇浪 不能自已 确实闭上眼睛 细细参悟去了 此魔 我已抹去心智 只余下了战斗的本能 满足你的心愿吧 你真的决定了 韩语的眼眸之中充满坚定 但笑道 有何不可 随即 望向众女的眼神 有些不舍 却也只是一瞬间 若要守护她们 必须获得更为强大的力量 否则 只是歇尽中月 水中花罢了 众女听出了 韩语话中的意思 泪眼连连 我们永远等你 各自消失在天际 韩语苦笑一声 默默地道了一句珍重 更是来不及与故人道别 便匆匆与混沌珠消失在这方天地之内 只留下了一道道不可思议的传说与神话 第三卷 第1340张玄天界 绚烂的七彩液体环绕在身体周围 通过千万毛孔窜入身体之内 面容苍老的韩语感觉到似乎回到了母亲温暖的怀抱 似是胎盘之中的萌动一般 全天界 离火大陆 出源山 这是一座高达万丈的巨月 犹如晴天之柱般耸立在大陆的集寺之地 直刺天语 维俄壮丽 这里也是玄天界人族之圣地 不容亵渎 出源山的顶峰不是一般山院那样艰细 而是一座巨大的光华平台 似被人生生截断 平台的中心却被凿空 形成一方水池般的凹洞 名为雨化池 池内充斥着沸腾的七彩液体 雾矮阴晕 一座红桥飞跃式的跨过雨化池 汗宇似睡似醒 沉浸在雨化池的深处 穿越界垒屏障之时 汗宇的消耗太过巨大 肌肉细胞完全被撕裂 骨骼被碾成鸡粉 五脏六腑早已破碎不堪 即便有着混沌之主的本源之力护体 依然只是残存一席 一切皆是因为他是一个偷渡者 正常的白日飞升 务必需要经历雷洁的洗礼 天道规则将其接引至各个大陆的雨化池 修复身体 而混沌之主却是直接领着汗宇破开界垒屏障 横渡虚空之海 漫漫虚空 无边无际 汗宇从一个弱贯少年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者 这里便是玄天界 你是尊苍蓝天尊的家乡 汗宇依然记得混沌之主的话语 天道规则自会接引你去那雨化池 混沌珠便留于你 你要记住一句话 强者为尊 这是亘古法则 好自为之 池底的汗宇默然睁开双眼 化为青年之香的他 眼中一丝金光闪烁 猛然朝上窜了出去 喷 七色液体炸开 汗宇长身而立 欢迎来到玄天界 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 我是接引识者 这里就是仙界 汗宇望着迎面走来的白衣老者 仙界 多么美好的神话 多么美妙的传说 白日飞升 度月雷劫 得道成仙 自此以后长生不死 逍遥自在于天地之间 可惜 仙界只存在于神话之中 这是我们为了激励下界飞升者 而撒下的一个弥天大谎而已 老者吃笑道 谭宇皱了皱眉头 沉默无言 他听出了老者言语之中的嘲讽 这里是玄天界的离火大陆 我们人足最后一块大陆了 希望你能在这残酷的世界活下去 老者淡淡道 不过 想要活下去之前 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最后 谭宇听出了老者语气的销索 沉生道 什么条件 全天界 人足 天足 妖足 三足并存 相互杀戮 残忍无比 老者缓缓道 而我们人足 却是最弱的一足 处在食物链条的最低端 妖足以我们的血肉为食 天足以我等为母 可笑哉 我们人类以万物之灵自封 到的这里却是任人宰杀 谭宇的心中莫名一通 隐忍着怒气道 我们难道就这样匍匐在敌人的脚下 像那雏狗一样活着 每一次反抗都是血流成河 浮尸百万 我族的成员在一次次锐减 天足更是封闭了下界与上界的通道 致使我族之人无法飞升 解我后援 屠戮我族 母义我族 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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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者咬牙切齿 那么请告诉我 天足与妖族如此强大 那么人足是凭借什么苟延残喘的活到现在 谭宇隐隐开始刺激这个接引使者 咆哮道 你身为接引使者应该知道 人足并不团结 国仇甚至比上家恨 人足之间相互厮杀永远胜过其他种族 这就是人足 告诉我 人足凭什么活下去 可笑 谭宇大声的咆哮 脸色长红 老者的脸色亦是一阵阵清白 但是 似乎有一丝缅怀与崇敬 淡淡道 每一族皆有毁天灭地的存在 我人足当然也有 这种大能才是我人足的精神支柱 我人足的生存下去的保障 其余人不过灰灰而已 就连我也是如此 谭谭你的条件吧 其实 这也不算一个条件 也许 对你而说 这是一个机遇 老者淡淡道 万魔窟即将开启 我希望你能够参加 万魔窟 含语的心脏猛的一跳 全天界之前依然有一个种族 叫做魔族 玉外天魔 幻灭星魔 落落种魔 世间大魔皆聚其中 乃是天族的死敌 万魔窟便是魔族的圣地 十万年前的那一场惊天大战 魔族覆灭 太上魔军战死 群魔困守魔窟 最终竞接战死 老者的语气虽然淡漠 韩宇却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惨烈 群魔哀嚎 垂死挣扎 恍惚间 韩宇似乎看到了人族的未来 魔族灭亡之后 万魔窟聚集群魔的滔天怨念 天族大能意识无法毁灭 每个万年 魔窟便会开启一次 魔窟的第一次开启 三大种族无数强者趋之如物 可惜 无亿人生还 从此 万魔窟变成绝地 可是 我不信 我人族不信 依然派遣强者进入魔窟 渴望获得万魔之传承 你们成功了 韩宇问道 语气却有一丝嘲讽 老者眼中金光闪烁 盯着韩宇 犹如一头则人而尸的猛兽 低鹤道 岂是那么容易 你们不思进取 竟将信念寄托在那虚幻的万魔窟 可笑 可悲 可叹 韩宇仰天大笑 心中却涌上一股悲凉 处子妄言 老者虚法揭开 勃然大喝 随即 却是叹道 你还太年轻了 等待天族元气回复之时 便是我族灭亡之时 他们不会给我族时间 人族的潜力太过恐怖 只要一息尚存 便能够绝地反击 这个条件你答应还是不答应 杀鸡肆意 空气中的温度骤然下降 韩宇深吸一口气 好 我答应你 以天道为鉴 发下心魔血世 老者的声音如天雷滚滚 乍响在韩宇的耳边 以 韩宇大怒 想要推脱意识不可能了 天道在上 万魔窟开启之时 我韩宇必入 如为此事 天诛地灭 心魔乱心而死 韩宇一直点入心脏之内 一滴艳丽如花的心血 窜出身体之外 消失在天际 空中闪过一道惊雷 誓言已成 好 好 好 老者大魏 恢复了那副先锋道骨的模样 如若日后 你要真的为我族赢得了发展的时间 要杀药寡 悉听尊便 我归灵绝不皱下眉头 现在 我带你去投身宗门 你还有五年的时间 老者大秀一挥 韩宇耳边传来呼呼的风声 韩宇隐约间看到了东方一座作剧城 能耸然而立 而立